第5301张首批战功到手 一般来讲 敢进入先级战场的 三杰准先偏多 不管是阴界和阳间 阴界和阳间 从某些方面来讲 真的很像 阳间有原初之地 阴界也有 就连进去的规则都差不多 一般三杰之前 都有推荐名额可以进入原初之地 而一万年后 才必须要上战场 在原初之地修炼了一万年 一般修为都会有所提升 速战速决 赶紧解决他们 继续布置陷阱 免得被阳间的人发现 一个老者开口 刷 一道身影冲出 直接发动攻击 是陆明 阴界的生灵还没出手呢 陆明已经先下手为强 在陆明眼中 这些阴界生灵 都是战功 陆明还想趁早积累十万战功呢 枪王如电 首先刺向那个开口的老者 陆明战力何等强大 扑的一声 那个老者直接被冻穿 身体炸裂 灵魂湮灭 在先级战场被杀 那可是真的死 烟消云散 陆明身上的玉符发光 主动将老者的灵魂印记吸收 玉符中 多出了五十点战功 杀 陆明长笑 长枪如龙 横扫而出 碰碰 又有三个三截准仙被杀 让陆明多出了一百五十点战功 这时 阴界的生灵 才反应过来 杀 出手杀了他 联手 一道道怒吼响起 轻刻间 起码有十几位三截准仙一起出手 打出了十几道恐怖的攻击 要将陆明轰爆 但是 璀璨的枪王爆发 一下子击溃了十几道攻击 陆明踏步向前 长枪刺出 六道枪王刺出 将六人刺杀 阴界的人脸色大变 他们知道 遇上了妖孽天骄了 刷 忽然 陆明后方 两道血色刀光 展向了陆明 还没接触 陆明就知道 这两道攻击 远超一般三截准仙 陆明长枪反手挥出 抽击在两道血色刀光之上 当当两声 陆明感觉手臂微微一麻 他感觉对方的刀光中 蕴含了一种古怪强大的力量 能压制他的本源之力 并且能撕裂他的本源之力 好在 陆明的本源之力 远超顶级 达到仙级 只是微微被撕裂了一丝 就将那股古怪的力量挡住了 换作普通三截准仙 绝对被对方撕裂了本源之力 将身体劈开了 好奇特的力量 这是 元初之力 阴界的元初之力 陆明目光一动 露出了浓浓的兴趣 他不会感应错 这应该就是阴界元初之力 与阳间元初之力气息虽然有些区别 但本质差不多 他看向那个血童青年 刚才出手的就是此人 很显然 此人是阴界的一位妖孽 掌控了元初之力 火候还不浅的样子 不知合击阵法 与我一起 斩杀此人 却同青年开口 内心非常震惊 他刚才几乎全力出手了 外加元初之力配合 居然没能破开陆明的本源之力 这让他非常震惊 他一人 多半不是此人的对手 需要合击阵法配合 千级战场 大战连天 凶险异常 各大与咒压相比的准仙合击阵法载体 几乎都拿到先级战场来了 所以 先级战场 不缺少合击阵法载体 阴界生灵 立刻就有两座九人合击阵法布置而出 化为两只凶兽 扑向陆明 同时 雪童青年手持血色双刀 斩出了可怕的刀芒 全力的出手 翁 陆明手中的三截准仙兵级别 的长枪震动 刺出了两道枪盲 将两座合击阵法击退 同时挥枪 与雪童青年大战 转瞬之间 两人就交锋了十几招 陆明当然没有用出权力 雪童青年 还没有资格让他用出权力 他不急着杀对方 主要是想看看阴界的原出之力 果然和传说的差不多 阴界的原出之力 可以对阳间生灵 有压制作用 陆明心里闪过一道念头 不过 这点压制 对陆明来说 不算什么 差不多了 忽然 陆明眼中闪过一缕冷光 那个雪童青年 浑身忽然汗毛炸裂 心里冷气直冒 感觉到一股致命的危机 他敏锐的灵觉告诉他 危险 极度危险 他一路走来 靠着肿灵觉多次逃离险境 所以 他毫不犹豫的后退 但已经晚了 一道仿佛永恒一般的枪盲 向着雪童青年刺了过去 威力比之前 强大一大劫 瞬间 就追上了雪童青年 逃不掉 雪童青年嘶吼一声 雪色双刀疯狂斩出 想要挡住陆明的攻击 但是枪盲刺到 一切都崩溃了 直接洞穿了雪童青年的攻击 刺入他的丹田 啊 雪童青年发出一声不敢的吼笑 圆根炸裂 灵魂也消散开来 阴界的一尊妖孽 直接被杀 阴界的剩下的生灵 寒气直冒 那位雪童青年 可不失弱者 在阴界可是出名的天骄 在本元净时 曾登上阴界妖孽榜的妖孽 如今 却被陆明轻易击杀 退回城池 剩下的人 萌生了退役 打算退回城池 城池中 还有其他高手 打算借助城池 抵挡陆明 他们万万没想到 本来打算又杀阳间准仙 可没想到 遇到了一尊可怕的妖孽 陆明岂会让这些人轻易离开 阳间阴界 本来就不死不休 洪荒宇宙当年就是被阴界灭掉 后来宇宙通道打开的时候 阴界生灵又大量入侵 而且洪荒宇宙原先的各大禁地 也都来自阴界 陆明对阴界 那是没有一点好感 并且 斩杀阴界生灵 还能获得战功 陆明岂会留情 空 陆明体内的禁忌之力 疯狂地涌入到长枪之中 长枪急剧变大 犹如山岳 向着其中一座 核击阵法砸了下去 一声巨响 那座核击阵法爆碎开来 里面九个不阵之人 同时惨叫 身体炸裂 行神俱灭 全部化为陆明的战功 打爆了一座核击阵法 陆明不停 继续杀向另外一座核击阵法 结果已经注定 这座核击阵法也被陆明全灭 最后 因借五十多个三杰准仙 只有几个逃进了城池之中 其他人 被陆明全灭 刘芳三人 都没来得及出手 此战 陆明获得的战功 就超过了两千 第五千三百零二章第二处据点 陆明挥手间 那些被杀的准仙 储物带储物戒指等 全部落在他手上 陆明脸上不动声色 心里却是狂喜 发了几十个准仙的家当 得有多少价值 别的不说 准仙兵至少有数十件 三杰准仙 人手一件与之修为相对应的准仙兵 很正常 一般三杰准仙的准仙兵 都是三杰的 因为炼制三杰准仙兵的材料 并不是罕见 比如直接拿顶级元级神兵 跟随修行者一起度仙节 都能达到三杰准仙兵 但是从四杰开始 就越来越难了 对材料的要求 越来也高 有些修行者度过了四次仙节 而准仙兵 会度不过四次仙节 鬼在仙节之下 后面的五杰 六杰 就更难看 能保存下来的准仙兵 越来越少 高阶准仙用低级准仙兵的情况 会越来越多 但三杰准仙 大多用的都是三杰准仙兵 我要吃 我要吃 手腕上 球球立即激动起来 球球在洪荒宇宙 可没有什么准仙兵吃 主要是 洪荒宇宙的准仙兵 几乎都被外宇宙的生灵搜刮走了 所以球球进展缓慢 那么多年 修为也才一杰准仙 现在看到那么多准仙兵 自然渴望 给 尽情的吃 陆明直接拿出三件准仙兵 丢给了球球 球球张口 直接吞了 流芳三人好奇的打量球球 直接吃准仙兵的金属生命 实在稀奇 他们也是第一次看见 以前闻所未闻 爽 还是先级战场爽 比原初之地爽多了 陆明心情大好 在原初之地斩杀敌人 居然拿不到战利品 让他颇为不爽 还是先级战场收获大 周号战利品 陆明向着城池走去 不过陆明并没有出手 只是站在远处观看 能看到城池上 起码还有数百人 看着陆明 一副如林大敌的模样 陆明沉吟了一下 还是打算放弃 城池上的数百人 恐怕大多数都是三截准仙 这么多三截准仙 他并没有把握 在先级战场 准仙的数量 要比原初之地多很多倍 实际上 原初之地的准仙 只是占宇宙海准仙的一小部分 毕竟 在原初之地 只能待一万年 待够一万年就要离开 必须要积累十万战功 才能再次进入 在原初之地被杀的人 也是如此 低阶准仙 想要靠自己积累十万战功 几乎不可能 比如斩杀一位三截准仙 才五十战功 也就是说 要斩杀两千位三截准仙 才能积累十万战功 别看陆明刚才轻易地 斩杀了数十位三截准仙 积累了两千多战功 因为 那是陆明 换做一般人 想要击杀一位同级高手 难度都非常大 比如刘芳等人 让他们骑机杀一位三截准仙 难度极大 说不定被杀的是他们自己 你想要猎杀低阶的准仙 比如三截准仙 专门去猎杀一截二截准仙 也不太可能 第一 先级战场 一截二截准仙虽然有 但并不多 第二 这些一截二截准仙 边上都会有三截准仙跟随 一般人 你怎么杀 就算成为了四截五截准仙 想要积累十万战功 也千难万难 因为四截五截准仙 是不敢停留在最南边区域的 要去中部区域 那里 可都是四截到六截准仙在活动 你怎么杀 所以 在修为不怎么高的时候 就能积累十万战功 再次返回元初之地的 都是妖念天骄 数量很少 所以 元初之地的准仙 其实只占宇宙 还准仙的很小部分 另外除了少数留守在各自大宇宙的 大部分准仙 都在仙级战场 陆明没有出手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怕对方在城池中 布下了强大的准仙级阵法 准仙级阵法 一般都是从仙级阵法简化而来 威力极其惊人 若是城池内部制有准仙级阵法 陆明进去 可没有把握全身而退 可这么多阴界生灵 那可都是资源和战功啊 就此放过 陆明有些不甘心 心中一动 一把断剑出现在手中 正是人亡断剑 陆明输入本源之力 尝试了一下 最终一探 还是失败 尖兵毕竟是先兵 即便是现在的陆明 都不能激发出人亡断剑的威能 至于剑柄处的那个阵法 倒是可轻易催动 但现在剑柄处那个阵法的威力 已经不能满足陆明了 说实话 威力还不如陆明自己 可惜 陆明修为还是太低 难以催动人亡断剑 想要完全催动先兵 完全爆发先兵的威力 起码也要真先的修为 九节准仙 或许能发挥出少数威力 所以陆明估计 想要催动人亡断剑 起码也要九节准仙 我们走吧 最后 陆明和刘芳等人后退 离开了这里 他们向着阳间另外一座据点而去 他们要搞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洛霞山脉 阳间本来有三座据点 而阴界有两处 总的来说 还是阳间占据上风的 一座据点 怎么会突然落在阴界手里 发生了什么变故 或者 洛霞山脉 是不是突然有阴界的妖孽天骄降临 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在少数 一些恐怖的妖孽天骄进入先级战场 降临某一片区域 就会打破那片区域的平衡 陆明他们猜测 洛霞山脉 是不是也这样 那就有趣了 陆明露出了战役 斩杀阴界的妖孽天骄 战功肯定会更多 比如之前那位雪童青年 斩杀之后 给的战功 是其他人的好几倍 他们根据地图 向着阳间另外一处据点而去 搅拌日后 他们来到了这一处据点 这也是一座古城 与之前那一座差不多大 陆明他们来的时候 看到城池外坑坑洼洼 有浓郁的能量波动 并且地面上 残存着不少各种生灵的尸体 这里显然在不久前 爆发了大战 陆明他们来晚了 似乎大战刚过去不久 有好几道身影 在打扫战场 是我们阳间的 看来 这一处据点 还没有被攻破 刘芳等人一喜 第5303章情况不妙 神问人 陆明他们一靠近 就有一对人向着他们逼迫过来 神情民众充满敌意 是自己人 我们也来自阳间 刘芳连忙道 对方也明显感觉 出入明等人的气息 的确来自阳间 他们的敌意消退了不少 你们是其他据点的 还是刚进入先级战场的 威首的一个身穿铠甲的壮汉问道 我们刚进入先级战场不久 在下红玉大宇宙 刘芳还未请教 刘芳抱拳道 陈山身穿战甲的魁梧壮汉回答 陈兄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之前经过另外一座据点 发现已经落在阴界手里了 我从地图上看 落霞山脉我们阳间可是有三个据点 是占据上风的 刘芳好奇的问 你们居然经过另外一个据点 没出事算是幸运的 前段时间 落霞山脉忽然来了大量的阴界高手 应该是从另外一片区域来的 让落霞山脉阴界的实力超过了阳间 他们集中力量 攻打其中一处据点 等我们发现已经晚了 陈山一探 刚才是有阴界声灵来攻打 刘芳继续问 不错 好不容易被我们打退了 你们快进城吧 说不定什么时候阴界声灵又会杀回来 陈山道 并且派了一个人带着陆明他们进城 免得陆明他们被其他人阻拦 城池中 人数不少 数量起码在三百以上 并且大多数都是三杰准仙 陆明等人 在其中 根本不起眼 战场很快打扫完成 城外的其他人 也都返回了城池 城墙上 严阵以待 时刻做好大战的准备 但陆明并没有看到城墙上 有阵法存在 陈兄 怎么不布置准先级阵法抵挡阴界的攻击 陆明问身旁的陈山 陆兄果然是第一次进入先级战场 陈山微微一笑 解释到先级战场的城池 非常奇特 我们的符文 在城墙上根本鸣刻不了 所以很难布阵 应该是先级战场以往的生灵 在修建城墙的时候 用了什么特殊的手段 原来如此 陆明点头 原来城池内 不能布置阵法 早知道如此 之前在那处据点 他就不用忌惮阴阴界的生灵了 阳间众人严阵以待 不过一连过去了三天 阴界都没有人来攻打 难道阴界的人退走了 不来攻打了 有人惊奇 因为从上次阴界出手的规模可以看出 阴界的高手数量非常多 超过阳间一劫 若是持续攻打 这处据点 迟早要守不住 他们原本以为 阴界的生灵后退休整一番 又会继续来攻打 没想到一连三天 阴界都没有动静 再过几天 血色苍穹就要降临了 阴界的人多半是顾忌 怕血色苍穹降临的时候 他们还攻打不下 反而会将自己葬送 有人推测 得到其他人的同意 我觉得也是如此 我估计 阴界的人 是想等血色苍穹过去之后 再来攻打 其他人点头 血色苍穹降临 先及战场一种纵横 那时若是不进入某个据点 那多半死路一条 会遭到无数一种的围攻 就算在妖孽 也会被围攻而死 若那时打不下这处据点 那阴界的人就危险了 这个猜测 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但众人的心情 并没有放松下来 血色苍穹 会持续半个月 半个月后 他们依然要遭到 阴界生灵的围攻 希望在血色苍穹降临之前 我们的援兵能到吧 有人轻叹 他们早就派人前往其他区域求援了 若是有其他区域的援兵赶到 他们还有机会 转眼 几天过去了 天空中 渐渐染上了一层红霞 血色苍穹 即将降临 可他们依然没有等到援兵 所有人的心 都往下沉 没有援兵 只要血色苍穹移过 阴界生灵重新杀来 他们绝对守不住 到时 会有多少人战死 这里可不是原初之地 战死了 那可是真的死啊 我们若是再败 落霞山脉 就要全部落入阴界生灵手里了 阳间众人 脸色很难看 落霞山脉 若是全部落入阴界手里 对阳间来说 会很不渺 第一 周围的平衡会被打破 落霞山脉区域的阴界生灵 可以出兵去其他区域 攻打阳间的据点 形成连锁反应 第二 后面阳间的人进入先级战场 只要出现在落霞山脉 就危险了 因为没有据点可入 在落霞山脉 只会遭到阴界生灵的居杀 若是等到血色苍穹 只有死路一条 可现在 他们没有办法 有人来了 既然 有人叫了起来 能看到 远处 有一道道流光 急速飞来 粗略看去 起码有上百道 难道是阴界生灵 不可能 角色苍穹马上就要降临 阴界生灵不可能 现在来攻打 一旦打不下 都要死 不是阴界生灵 是阳间的 难道我们的援兵到了 有人大喜 从气息看 来者的确是阳间的生灵 难道他们的援兵 在最后关头赶到 这些人我怎么看着眼熟 好像是落霞山脉另外一处据点的 有人开口 因为此时距离近了 已经能渐渐看出那些流光中的形貌 真的是另外一处据点的人 好几人 与我同一个宇宙 我不会认错 众人脸色难看 很快上百道身影出现在城墙外 这些人一个个狼狈无比 很多人身上带伤 血迹斑斑 气息萎靡 分明是不久前刚经历一场大战 快让我们进城 外面有人叫道 发生了什么 你们为什么现在跑来此地 城内有人大喝 阴界生灵 集中力量 攻打我们的据点 就在半日之前 我们的据点被攻破了 我们九死一生才杀出重围 有人回答 什么 城内的阳间生灵 大惊失色 心一直往下沉 瞬间 他们就明白 数日前那些阴界生灵 为什么退走了 后面没有攻打他们了 那是因为 那些阴界生灵 都去攻打另外一处据点了 千集中所有的力量 在血色苍穹降临前 先攻破一处据点 第5304章一个新的力量源头 阴界的策略很简单 先集中所有的力量 在血色苍穹降临前 先攻破一处据点 然后再等血色苍穹结束之后 再联手攻破最后一个据点 除了陆明流芳几人 所有人的心 都沉入了谷底 有些人脸上甚至出现惶恐之色 没有等到好消息 却等到了这样一个坏消息 虽然多出了100多人 但可以想象 等血色苍穹结束后 围攻他们的阴界生灵 将会更多 这个据点的下场 只有一个 那就是被攻破 而据点所有人的下场就是 等死 是的 到时候面临大量阴界生灵的围攻 能不能冲出重围都难说 而现在即便他们想要退走 撤离这里都已经晚了 因为血色苍穹即将降临 现在撤出据点 根本来不及去阳间另外的据点 更何况在洛霞山脉这片区域 已经没有阳间的其他据点了 想要前往阳间的其他据点 就只能去其他区域 但是其他区域没距离遥远 不是短时间内能感到的 现在撤退 下场只有一个 那就是被一种撕裂 他们似乎陷入了绝境 大不了一死 和阴界的杂碎拼了 有血气方刚怒吼 但大部分人都脸色难看 没有一点战意 有些人甚至已经打算 等血色苍穹一结束 就立刻离开 时间飞逝 数个小时后 天空完全变成了赤红色 宛如火烧云一般 好看壮丽 吼吼吼 忽然天地间响起了阵阵嘶吼声 一道道黑光 从远处浮现 冲向了城池 是一种 数量起码有数百 不过这些一种 似乎对城池有着浓浓的畏惧 停留在城池之外 嘶吼不断 就是不敢攻击城池 通过气息感应 这些一种的实力 相当于一节到三节准仙 不过 其中相当于三节准仙的一种 数量最多 随着时间的过去 城墙周围的一种 越来越多了 最后达到了数千头 看着一望无际的一种 即便是陆明 脸色都有点发白 一种有多难缠 陆明很清楚 灵魂和肉身都极强 还精通灵魂攻击 肉身坚韧的可怕 通缉一战 一般的生灵 根本不是对手 这么多一种 就算被陆明包围了 也不一定能杀出重围 最后会被耗尽力量 久远过去 先级战场的生灵 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修建的城池 一种居然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半个月 是安全期 该修炼的修炼 该提升的提升吧 雪色苍穹过后 肯定会有一场大战 一个青年的声音 传遍全场 陆明注意到 这个青年还是很镇定 虽然脸色有些凝重 但并未有太多的恐惧 其他人听着 很多人默默点头 飞身进入城池中 寻找地方闭关 调整自己的状态 迎接半个月后的大战 陆明打听到 那个青年 名为李耀 是一尊天骄 在这处据点 战力最强 平均度雷结束 达到了九道 在准仙境 有一个重要的要素 可以判断一个生灵的战力 那就是渡仙结的雷结数量 渡过雷结数量越多 说明此人越强 当然 因为仙结是一重比一重强的 越前面的仙结 威力越弱 越好渡过 往后面越难 所以一般看这个人渡雷结的平均数 李耀三结准仙 说明他渡过三次雷结 平均每次是九道雷结 后面的火结和腐朽结 不用去看 因为雷结越强 火结和腐朽结 肯定就会越强 一般人渡过七道 就算成功了 前面三重雷结 平均能达到九道 算是不错了 陆明刘芳等人 也进入城池 随便找了一个地方休息 陆明在一间食屋中 盘膝而坐 开始参悟本源 一会之后 他张开了双眼 露出浓浓的好奇与不解 为什么我感觉 这仙级战场 也有一个力量源头 陆明私存 什么是力量源头 宇宙海便是 在阳间 一切力量的源头 一切本源之力的源头 便是阳宇宙海 比如陆明在洪荒宇宙修炼的时候 可以通过宇宙桥 连接宇宙海 参悟吸收宇宙海的力量 陆明原本以为 先级战场距离洋宇宙海太远了 在这里 很难连接洋宇宙海 吸收到洋宇宙海的力量修炼 事实也的确如此 在这里 通过宇宙桥 几乎很难连接到宇宙海 即便连接到 宇宙海的力量也极稀薄 比原初之力内 稀薄了几万倍 但是 在这里修炼的时候 却感觉到另外一个力量源头 这个力量源头 就在先级战场深处 都不用宇宙桥 一修炼的时候 就能感觉到冥冥之中 仿佛有一条通道 可以连接那处力量源头 进而参悟本源 是的 那处力量源头 本质上和宇宙海没有太大的区别 它居然也可以参悟本源 转化为自己的本源之力 先级战场 居然也有一个力量源头 堪比阴阳宇宙海 这怎么可能 陆明震惊不已 以前 陆明一直听说 阴阳宇宙海 便是宇宙海的一切支援 力量源泉 各大宇宙的根源 都来自阴阳宇宙海 有一点 陆明早就知道 阴阳宇宙海 虽然气息有些区别 但本质上 却没有太大的区别 如果阳间的生命距离 阴宇宙海足够近 照样可以参悟阴宇宙海的本源 吸收阴宇宙海的本源之力 提升自己 大不了先熟悉一段时间而已 同理 阴界生灵在阳宇宙海 也可以这样 当初洪荒宇宙的各大禁地 之所以能够长存 就是因为如此 历史上 也有阳间整体大宇宙 判离阳间 投靠阴界的 他们带着整个大宇宙 进入阴界 照样可以在阴界活得很滋润 同样 历史上也有阴界大宇宙 投靠阳间的 现在 先级战场的这个力量源头 陆明照样可以修炼 让陆明最震惊的是 他在这里参悟本源的时候 速度居然比在原初之地更快 这才是真正让陆明不解的 在原初之地 已经身处宇宙海深处了 参悟本源的速度 已经快到极限了 但是在这里 居然还能更快 第5305章 我有一册 可破强敌 甚至 对于先级战场 这一处力量源头 陆明有种亲切的感觉 刘兄 你们在这先级战场 能够修炼吗 能参悟本源吗 陆明问刘芳 当然 他没有将自己的修炼速度 以及那种亲切感说出来 只是旁敲侧击 当然 因为 先级战场 也有一个力量源头 不弱于洋宇宙海 刘芳道 果然 陆明深吸一口气 继续问道 你们的修炼速度如何 比之原初之地怎么样 那自然远不如原初之地 差了不少 原初之地是参悟本源最快的地方 毕竟是宇宙海的核心 刘芳道 诧异地看了陆明一眼 道 难道陆兄在这里参悟本源 速度很快 没有 远远不如原初之地 我主要是好奇 这先级战场 怎么会有一个堪比宇宙海的力量源头 什么来历 不知道 这种力量源头 多半和宇宙海是一个等级的 我们岂能了解 即便是先王 都难以理解 刘芳摇头道 先级战场的秘密 真的越来越多了啊 陆明心里感叹 千级战场 居然有一个堪比宇宙海的力量源头 难道 阴阳宇宙海 也与先级战场有关 但阴阳宇宙海自古长存 孕育出了苍天与黄天两族 那么问题来了 是阴阳宇宙海更古老 还是先级战场更古老 还有 我对这个力量源头 为什么有种亲切感 陆明思寸 但这个问题 他不敢直接请教刘芳等人 但又安耐不住心里的好奇 最后绕来绕去 旁敲侧击 终于了解 刘芳等人 对这个力量源头 并无亲切感 只有他会 怎么回事 是他身上有某种宝物的原因 还是因为他掌握的力量 亦或是 他的出身 一想到出身 他就想到 洪荒宇宙的那些前辈强者 都进入了先级战场 从此消失 是否与此有关 看来下次离开先级战场 要询问一下唐峰等人了 陆明闭上眼睛 继续修炼 既然在这里参悟本源的速度 比在原初之地更快 那陆明自然不会浪费时间 在这里 他提升可以更快 可以更快地达到度 第四次先节的地步 转眼间 十多天过去了 距离血色苍穹结束 越来越近 最后 距离血色苍穹结束 还有一天不到的时间 可以看到 城池外的一种 数量开始减少了 城墙上 杨坚的人都出现了 这首城墙四周 这首城墙四周准备大战 陆明和刘芳等人 也结束修炼 出现在城墙上 我知道有些人想等血色苍穹结束后 就立刻逃走 但我忠告你们一句 一旦这处据点被攻破 落霞山脉 将会彻底落在阴界手里 到时将会形成连锁反应 周围一带的平衡将会被打破 若是因此连累到主城 阳亭追究下来 逃走的人都要被问责 李耀大声道 被问责 也好过死在这里的好 有人回应 李耀目光如电 看向此人 道 我们这么多人 死守的话 未必不能守几天 我们的援兵 肯定会来 守几天之后 只要等到援兵 那到时候就是大功一件 虽然李耀这么说 但依然有很多人目光闪烁 不愿以身犯险 我也支持坚守 这个时候 陆明开口 声音传遍全场 许多人不由的望向陆明 有人眼神带着支持 但也有人眼神冷漠 有些不爽 你支持坚守 就靠你 你有什么本事 有人不爽的讽刺 陆明懒得理会此人 继续道 不仅要坚守 我还有一条计策 可重创阴界生灵 什么 你有计策 可重创阴界生灵 什么计策 许多人好奇无比 就连李耀 也露出浓浓的好奇 道 兄弟怎么称呼 你有什么计策 在下陆明 陆明一抱拳 继续道 计策很简单 当阴界生灵攻打的时候 故意放他们进城 然后将进城的阴界生灵 一网打尽 什么 现场一片安静 大部分人 像是看傻子一样 看向陆明 哈哈 可笑 我还以为你有高明的计策了 原来都没有脑子 你是不是第一次进入先级战场 你难道不知道先级战场这种城池中 根本无法布置阵法 放阴界生灵进入城内 那是自寻死路 千前那个讽刺陆明之人 再度哈哈大笑 语气愈加讽刺 这是一个青年 身穿蓝炮 眼神阴冷 放阴界生灵入城 其他人镇守城墙 阻挡阴界生灵突围 至于斩杀阴界生灵的事情 就交给我了 陆明道 没错 陆明想要将阴界生灵 一网打尽 有他出手 守住这座城池 陆明有实俗把握 但是 他并不满足只是守住这座城池 他要尽量的斩杀阴界生灵 获取战功 战功越多越好 不仅仅只用来进入原初之地 还可以向阳庭兑换宝物 比如 提升灵魂的宝物 靠你 你一人 可全面阴界生灵 你以为你是谁 最强路上那些绝世妖念吗 真是可笑 那个蓝袍青年 继续讽刺 不仅是他 现场大部分人 都露出不幸之色 以一人之力 全面那些阴界生灵 怎么可能 露鸣是谁 他们听都没有听说过 不对 其中有少数人听说过 知道洪荒宇宙 有个五次破级的妖孽 也叫露鸣 难道就是此人 但那露鸣 修炼速度有这么快 这么快就达到了三截准先 而且 即便是洪荒宇宙的那个露鸣 也没有那么强的战力 可以击杀那么多高手 轰 就在这时 露鸣忽然出手了 脚步一踏 身形如电 冲向了那个蓝袍青年 大手一抓 向着蓝袍青年抓去 你干什么 蓝袍青年惊怒 然后全力对抗 展出了一道可怕的刀光 这个蓝袍青年 三截准先的修为 而且战力颇强 在三截准先中 也算是高手 但面对露鸣 不堪一击 大手抓下 刀光溃散 露鸣一把将蓝袍青年抓在手中 然后狠狠一砸 蓝袍青年 犹如一只癞蛤蟆一般被砸在地上 大口吐血 浑身骨骼都不知道断了多少根 第5306章还要是吗 浩强 许多人心里一震 蓝袍青年不是弱者 但是在露鸣手里 却走不过一招 不堪一击 直接被打成一贪烂你一般 当然 露鸣留守了 并未击杀蓝袍青年 毕竟 杨廷有规定 杨坚之人 在先级战场 不准自相残杀 现在大庭广众之下 露鸣自然不会击杀此人 违反杨廷律条 现在够吗 露鸣冷冷地望着蓝袍青年 俯视此人 但莫开口 蓝袍青年大口吐血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不够 许多人虽然没有出声 但心里暗道 露鸣虽然轻易镇压蓝袍青年 但要说到全面阴界生灵 那根本不可能 阴界生灵数量和其多 其中也不乏高手 如果你能轻易击败我 那你说的计策 或许可是一事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赤李耀 他踏步而出 身上弥漫强大的气息 压向露鸣 露鸣微笑 正合他意 要打就要打最强的 不展露强大的战力 别人肯定信不过他 那么 就不敢冒险执行他的计划 出手吧 用出你的最强力量 露鸣看向李耀 淡淡开口 言语中带着一丝轻孽 这是露鸣故意为之 为了激怒李耀 果然 李耀怒了 他度的三次鲜劫 平均雷劫数量达到了九道 算得上天才人物了 天才 都是有傲气的 神要守 李耀第一鹤一声 身形猛然冲向露鸣 犹如一道霞光 他的手掌 戴着一双手套 此时发光 披向了露鸣 不用说 李耀用出了全力 爆发出了最强战力 他虽然心有怒气 但丝毫不敢小觑露鸣 知道露鸣的战力绝对很强 碰 露鸣都没用拿出长枪 伸出两根手指点了出去 手指如枪 与李耀的手掌碰撞在一起 一声惊天轰鸣 李耀手掌的光芒 顿时如烛火一般熄灭了 李耀的身形暴退 能够看到他的手掌已经严重变形了 虽然有准仙兵手套保护 但是骨骼明显断裂了 但露鸣并未停手 一步踏出 手指一劈而下 一道巨大的枪芒凝聚而出 大如山月 押向李耀 啊 李耀长孝 竭尽全力对抗 不顾手掌骨骼断裂的痛疼 连续劈出十几掌 但是枪芒压下的时候 击溃一切 李耀的身体如炮弹一般砸在地上 大口吐血 剑场一片死寂 除了刘芳三人有心理准备 其他人都震惊地看着陆鸣 他们与李耀相处的时间不算短了 深知李耀的战力 一般的三杰准仙 远不是李耀的对手 但是李耀面对陆鸣 却柔弱如婴儿 不堪一击 而且陆鸣都没有用出准仙兵 一幅闲庭信步 轻松有余的表情 明显没用出全力 深不可测 陆鸣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此人难怪敢提出那样的计划 原来真的有底气 有救了 众人眼神亮了 本来有些绝望的心中 泛起了希望 还有谁要试试我的战力 陆鸣目光扫视全场 陆兄弟 你的战力的确让人钦佩 单独一战 这里无人是你的对手 甚至不是你一和之敌 但两军对阵 情况复杂 阴界的生灵 不仅有高手 还有合击阵法 还要高阶准仙兵 你的计划 还是有些冒险啊 一个老者开口 那你们就不阵来试试 陆鸣道 那就得罪了 顿时 现场人影闪动 出现了两座九人合击阵法 不阵之人 毫无疑问都是三杰准仙 两座九人合击阵法 一左一右 杀向了陆鸣 陆鸣首长林空一握 长枪出现 横扫而出 轰轰 两座合击阵法 直接炸裂 里面的不阵之人到飞而出 一个个身体颤抖 脸色苍白 口吐鲜血 嘶嘶嘶 众人到吸一口凉气 两座九人合击阵法 居然被随意打爆了 这等战力 真是惊人 如此战力 真的有可能反败为胜 居杀阴界生灵啊 好 我觉得陆兄的计划完全可行 到时候 我们放阴界的人进来 然后全力围住他们 李耀大声道 他刚才虽然被陆鸣轻松击败 但却没有生气 反而显得很兴奋 目光闪闪 盯着陆鸣 火热无比 陆鸣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连忙后退 与李耀拉开距离 这老兄 不会爱好特殊吧 好 我也同意 我觉得可疑是 看到陆鸣的战力后 众人信心大增 此时 他们想的已经不是守住这处据点 而是要居杀阴界之人 众人开始商议具体的细节 商议好之后 开始布置 苍穹之上 雪红色开始退去 天空重新恢复正常 城外的一种 也渐渐消失 最后只剩下几只 还在游荡 众人静静等待 半日不到 刷刷刷 远处的天空中 一道道流光向着此处飞来 速度惊人 每一道流光 就是一个阴界生灵 数量居然超过了八百 接近一千 要知道 陆明他们现在这处据点 人数只有四百左右而已 正常一战 他们绝对守不住 即便现在有了陆明 很多人依然心虚 主要是上千高手一起冲来 声势太大了 本来在周围游荡的几只一种 直接被轰杀 很快 阴界生灵 就出现在数十里之外 出手 一声大吼传出 没有什么可说的 阴界的生灵直接出手 直接阴界生灵中 走出数百人 每百人一组 祭出了好几件准仙兵 每百人联手催动一件准仙兵 每一件准仙兵 都散发出惊人的气息 六节准仙兵 陆明心理一动 高阶准仙兵出现在这里 不会引来一种吗 陆明问站在他边上的礼要 不会 兵器是死的 只是一件兵器而已 没有生命气息 不会引来一种 但如果是仙道符传 真仙印记出现 就会引来一种 李耀解释道 好奇的看了看陆明 有些奇怪陆明连这样的知识 都不知道 陆明明白了 兵器不会引来一种 但仙道符传会 仙道符传上面的真仙印记 是拥有生命气息的 相当于真仙的一缕分身 第5307章印汉六截准仙兵 陆明有底了 看来在仙级战场 那些妖念天骄 轻易不敢动用仙道符传 轰轰轰 天空震动 阴界声明那边 一共有四把六截准仙兵飞了过来 散发出惊人的气息 攻击向陆明他们 阳间这边 也有高阶准仙兵 他们合力 寄出了两把六截准仙兵 飞了出去 挡住了其中两把 但阴界声明 可是有四把 还有两把 继续向着陆明他们轰来 散开 众人大吼 纷纷闪身躲避 多人催动的六截准仙兵 威力固然强大 但有一个弱点 就是不够灵活 毕竟是多人一起催动 很难做到心神如一 如一个人催动一般 想要灵魂的攻击 很难 容易被闪避开 两把六截准仙兵攻来 大多数人都闪避了出去 只有少数几人闪避不及时 被扫中了 机人重伤 一人直接陨落 轰 轰 两件六截准仙兵 轰击在城墙上 城墙纹丝不动 甚至连一道痕迹都没有留下 接着 那些人继续催动六截准仙兵攻击 但众人继续闪开 杀 阴界剩下的六百人 冲杀而来 以六截准仙兵开路 剩下的人冲杀 这便是阴界的计策 阳间这边 要闪避六截准仙兵的同时 很难去抵挡阴界生灵的攻击 双方一接触 阳间这边就吃了大亏 我们这边要守不住了 有人大吼 我们这边也要守不住了 另外一边也有人大吼 阳间的人数太少了 根本挡不住阴界的攻击 退 撤退 很快 阳间这边就有人大吼 向着城内冲去 一旦有人撤退 就兵败如山倒 其他人纷纷后撤 杀进去 全灭他们 阴界生灵 纷纷冲杀进去 杀进了城池之中 在先级战场的城池城堡等 都是不能宁客符文 不能布置阵法的 所以他们不怕冲进城池中 被阳间以阵法为攻 很快 阴界将近六百人 都冲进了城池之中 陆明早就守在城池内了 这时 他冲上了高空 目光冷漠 体内的本源之力 疯狂地涌入到长枪之中 嗡 长枪震动 陆明全力出手 向着下方刺去 一道道枪芒浮现 犹如一颗颗流星坠落下大地 瞬间而已 就有几十道枪芒刺下 扑扑扑 惨叫声彼此起伏 瞬间而已 就有几十人死在了枪芒之下 一招 击杀了几十个阴界生灵 接着 陆明再度出手 攻势如狂风暴雨一般 枪芒落下 再度有几十个阴界生灵被杀 这里有顶级高手 不好撤退 外面的人催动准仙兵掩护 阴界的生灵大吼 知道不妙 一次攻击 分出几十道 每一道攻击 居然都能秒杀一位三节准仙 这种战力 就太恐怖了 这绝对是一尊妖孽天骄 不是他们能够抗衡的 阴界的人 疯狂地向外冲击 拦住他们 阳间的人 出现在城墙四周 打出一道道攻击 阻拦阴界生灵 阴界的生灵 一时间没有冲出去 而陆明 全力出手 尽情收割 很快 陆明又击杀了阴界上百人 此在陆明手里的阴界生灵 已经超过了150位 此时 在外面的阴界生灵 也全力操控六截准先兵 轰击阳间之人 六截准先兵威力强大 阳间之人只能闪避 这样围堵就出现了破绽 阴界生灵疯狂向着那处破绽冲击 为首的一个红袍青年 速度最快 战力也最强 陆明看得出来 这个红袍青年的战力 比李耀还强一截 刷 陆明人枪合一 化为一道枪芒 杀向了这个红袍青年 至王处 此人据说平均雷结数 达到了12道雷结 接近最强路上的妖孽了 阳间这边 有人惊呼 王处此人 原本不在落霞山脉这边 而是在另外一片区域 实力极强 比李耀还强出一截 没想到 王处此人 也来到了落霞山脉 难怪阳间另外两个据点 会被攻破 但此刻 王处眼中 却有些惊惧 因为他知道 自己绝对不是陆明的对手 以六截准先兵轰他 王处嘶吼 声音远远传出 其实不用王处叫 城外的那些阴界声名 已经盯上了陆明 一把六截准先兵 向着陆明轰来 陆明脸色冷漠 不为所动 一枪扫出 居然直接硬撼六截准先兵 以陆明现在的战力 能杀一般五截准先 即便比不上六截准先 但还没有必要忌惮一件六截准先兵 上百位三截准先一起催动六截准先兵 威力也绝对 远远比不上一位真正的六截准先 当长枪扫在六截准先兵上 六截准先兵发出剧烈的震动 居然被击飞了出去 所有人的心里 都狂震不已 包括杨坚之人 陆明只是三截准先而已 居然能够硬撼六截准先兵 自身非但没事 还将六截准先兵击飞了出去 这是什么战力 不可思议 击退一把六截准先兵 陆明继续对王处出手 王处虽然平均雷截数达到了十二道 但与陆明 还是差距巨大 击招之后 便被陆明击杀 不过 此时也有很多阴界生灵 冲出了城墙 陆明紧追不舍 大开杀戒 即便有六截准先兵轰下 也被陆明击飞 阳间的人自然也乘机冲杀 一时间 阴界这边兵败如山倒 不断有人陨落 留下一地尸体 退 退 那些合力催动六截准先兵的人 也慌了 眼看陆明很快就要杀过来了 陆明一旦杀过来 他们都危险 他们操控的六截准先兵 可不灵活 挡不住陆明 次见六截准先兵飞了回来 阴界的生灵四散飞逃 陆明可不想就此放过阴界的这些人 不断追杀 甚至未来身都在暗中出手 施展灵魂攻击 不过 阴界的生灵四散而来 速度都极快 想要全灭 根本不可能 最后 有将近五百人逃走 将近一千人 只有五百人逃走 其他人的五百人 全部陨落在此 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第五千三百零八张万丈平原 此战 阴界生灵 陨落了将近五百人 其中 死在陆明手上的 就将近三百 其中还包括了王处这位天骄 此战 陆明获得的战功 超过了一万五 加上之前的两千多 加起来 战功都快接近一万八了 这种速度 简直惊人 可以称之为战功收割机 除了战功 其他收获 更加惊人 各种储物手镯 储物戒指 几百个 准仙兵的数量更多 陆明一股脑的收在了一起 以后有时间慢慢清理 痛快啊 杨坚许多人大笑 这一战 太爽了 杨坚没有损失多少人 却歼灭了 阴界将近五百位高手 可以说是一场大胜 要知道 这些 可都是准仙 可不是本源 准仙 对于每个大宇宙来说 都是珍贵的资源 只不定这里面就有人能度过九重仙节 正道成仙呢 说不定就有未来的真仙陨落在这一战中 同时 众人看露鸣的时候 眼神中充斥着敬佩 畏惧等多种复杂的情绪 居然能正面硬汉六节准仙兵 这等战力 骇人听闻 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诸位 一鼓作气 去将其他几座据点打下来吧 陆明道 这个自然 走 去杀阴界的杂碎 杨坚众人战役很高 众人集合 向着最近的一座据点而去 这座据点 之前属于杨坚 后面给阴界打下 之前逃走的阴界生灵 就在这座据点会合 当看到陆明带人杀到的时候 这些人把腿变跑 根本不敢恋战 这让陆明颇为郁闷 因为没有杀到几个人 接着 他们继续出发 杀向下一座据点 就这样 他们一个接一个据点杀过去 阴界的生灵 只要看到陆明 根本不敢恋战 几天时间 洛霞山外的五座据点 就全部落在杨坚手里 阴界的那些生灵四散而去 离开了洛霞山脉 前往其他区域 王处原本是边上其他一个区域 万丈平原的顶级高手 居然来到了洛霞山脉 我估计 万丈平原多半危险了 一间大殿中 许多人聚在一起意识 李耀开口道 这一次 不仅仅王处来到了洛霞山脉 还有其他很多阴界的生灵 应该也都是从万丈平原来的 所以 洛霞山脉的平衡 才会被打破 让阴界占据了上风 这一次若不是陆明降临此地 结果可想而知 万丈平原的情况 和洛霞山脉也很相似 也有一些古老的城池城堡分布 扬间阴界的生灵 各占据几座 彼此交锋 彼此猎杀 但万丈平原的人 忽然大举入侵洛霞山脉 无非是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 万丈平原阴界的生灵 灭掉了阳间的生灵 所以才会入侵周边区域 另外一种就是阳间生灵 击溃阴界生灵 阴界生灵出逃 逃到此地 但这种可能性很小 因为他们早就派人 向万丈平原传讯 但一直没有回应 他们更偏向第一种可能 万丈平原的阳间生灵 完了 被阴界击溃了 很可能万丈平原 突然来了绝顶妖孽 才打破了平衡 另外有人开口 众人不由看向陆明 就是陆明这种妖孽降临 才会打破平衡 这种事情 在先级战场 是时常发生的 因为任何人进入先级战场 都不能确定会出现在哪里 随机的 那些妖孽天骄 一旦出现在某片区域 那片区域的平衡就会被打破 当然需要足够强大的实力 一般的妖孽天骄 想要打破平衡 不容易 因为每片区域 原本就有高手坐镇 还有各种合击阵法 也有高阶准先兵 想要无视这些打破平衡 并不容易 由此可见 万丈平原 可能有顶级的妖孽天骄降临 现在可能不只是万丈平原 很可能更远处的区域 都受到了极大影响 准先战场 根据那些古老的城池城堡 分为大大小小许多区域 这些区域 杨坚英借犬崖交错 彼此厮杀 情况复杂 一旦大量区域落在某方手里 那对另外一方 就会很不利 我打算去万丈平原看看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陆明道 众人并不意外 因为他们知道 陆明肯定会离开 现在落霞山脉 全部落在杨坚手里 阴界的生灵都离开了 陆明自然不可能继续留下 要去其他地方猎杀阴界生灵 大部分人进入先级战场 都有几个共同的目的 第一 就是猎杀敌人 获取战功 第二 寻找机缘 因为在先级战场 出现的先兵或者先术先金 不在少数 另外还有其他宝物 比如轮回物质 比如先之血 比如灵魂宝物等 第三 磨练自身 在生与死当中 迫使自身更强 当然 大部分生灵 都是为了前面两个目的 才进入先级战场 第三个目的 大多数是一些天骄妖孽 留在洛霞山脉 陆明很难有所收获 离开在所难免 陆明和刘芳等人告辞 以刘芳 方案三人的战力 自然不可能和陆明一样 到处闯荡 留在一地 慢慢修炼 慢慢发展 才是正道 持力不够 到处乱闯 只会死得更快 告辞之后 陆明向着万丈平原的方向而去 万丈平原的面积 比洛霞山脉更大 据说 这里一共有八座古老的城池 分别被阳间阴界占据了四座 作为据点 刘 陆明全力飞行 速度惊人 比一缕光流光 略过虚空 但陆明还是被狙击了 是一种 陆明离开据点几个小时后 遭到六头一种的围攻 吼 其中三头一种撕吼 灵魂攻击宛如风暴一般 席卷向陆明 另外三头一种 扑杀陆明 以堪比准先兵的肉身 要将陆明撕裂 正面攻击 外加灵魂攻击配合 若是遇到其他人 恐怕能造成极大的影响 可惜对陆明 无用 陆明现在的灵魂 本身就很强大 达到了七节 另外未来身更擅长灵魂 坐守在现在身的圆根附近 轻易就将这些灵魂攻击挡住了 第5309章都怪我太妖孽 啾啾啾 三道枪盲刺出 直接将近身扑杀的三只一种洞穿 可怕的力量从体内爆炸 三只一种暴碎开来 化为能量消失 接着陆明踏步而出 长枪震动 再度化为三道枪盲 刺向剩下的三只一种 没有什么悬念 剩下的三只一种 也被陆明轻易击杀 陆明接着赶路 接下来一路上 陆明时不时的就会遭到一种的攻击 这让陆明颇为郁闷 他可是了解过的 一般三节准先在外行走 可是很难得才会遇见一种 而且即便遇见一般都是一只 他动不动就遇上 而且多止联手 他虽然无惧 但不胜其凡 果然越是强大的天骄 就越容易引来一种的攻击 都怪我太妖孽了 陆明心里一叹 不过陆明心态很好 很快调整好 摆正了心态 坦然面对 反正在这最南边的准先战场 最强的一种 都只是三节准先级别 来了杀了就是 除非是四节准先以上的 生灵降临于此 才会引来更强的一种 尖级战场 真的很大 广阔无边 只是离开落霞山脉 前往临近的万丈平原 就用了陆明好几天时间 陆明感觉 墨霞山脉的面积 都有小半个洪荒大陆那么大了 如此巨大的面积 郁郁匆匆的树木 其风一鼓之间 自然也会孕育出一些神药 甚至准先药 但杨坚阴界的生灵 进入先级战场无尽岁月了 时时刻刻 都有生灵在外搜索 各种神药准先药 即便有也被搜刮得差不多了 就算是其他宝物 也越来越少 出土的越来越少了 千级战场虽然神秘浩瀚 宝物众多 但宝物再多 也是有极限的 来到万丈庭原后 陆明根据地图 向着阳间的一处据点飞去 陆明要检查一下 阳间的据点 是不是已经落在了阴界手里 一座古城 出现在前方 城墙上 有人在巡逻 乍一看 是阳间的生灵 但陆明拥有妖王帝文 岂能瞒住他 他运起妖王帝文 一眼就看穿了 这些所谓阳间的生灵 只是以阳间生灵的血肉凝聚而成的表象而已 实际上 阴界的高手 就埋伏在暗处 又是这招 陆明露出一丝冷笑 很明显 这是要骗阳间的人进城 既然想骗我进城 那我就如你们所愿 陆明眼神冷漠 凌空踏步 向着城池而去 城池中 许多阴界的生灵隐藏在暗处 观察着陆明 这 这是落霞山脉那个恐怖的妖孽啊 他居然跑到万丈平原来了 城池中 不少人脸色狂变 惨白无血色 城池中不少人 都是从落霞山脉溃败后来到此地的 就是此人 在落霞山脉将你们打得溃不成军 有人问道 不错 此人绝对走的是最强路 而且即便是在走最强路的天交里面 都是顶级的 不可立敌 我们退走 有人低吼 退走 我们就这么将这处据点丢了 有原本万丈平原的人反对 他们毕竟没有见过陆明 只是听别人说 畏惧心没有那么重 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不走都要死 那些从落霞山脉来的人 转身就走 从城池另外一方逃走了 剩下的人 面面相去 走 最终 剩下的人也逃之夭夭了 他们不是笨蛋 能修炼到准先级的 哪有笨蛋 那些从落霞山脉而来的人 那般恐惧 绝不是装的 这可是事关性命的大事 还是谨慎一些的好 这 陆明看着空荡荡的城池 有些蒙笔了 这什么情况 他还没到呢 怎么人都跑没了 陆明进入城池 发现一个阴界生灵都没有 陆明郁闷的要死 他还想大开杀戒 获取战功呢 结果一个阴界生灵都没有 陆明转了一圈 最后只能离开 他一个人 不可能一直坐镇于此 即便打下来 也守不了 在陆明离开后不久 陆续有阴界的人返回 小心打探之后 这些阴界生灵 又返回城池 占据此地 不久之后 陆明来到了另外一处据点 和之前一样 这处据点 也有落霞山脉而来的人 一看到陆明 把腿便走 接下来 陆明走了好几个据点 情况都是一样 看来 万丈平原的确都落在 阴界生灵手里了 而且许多人已经离开了此地 前往其他区域了 陆明私存 陆明估计 其他区域 多半也凶多吉少了 陆明离开了万丈平原 继续向西而去 临近万丈平原的一个区域 名为荒芜丘陵 这是一片浩瀚的丘陵 也有六座城池 以前分别被阳间阴界的 生灵占据 但陆明来到此地的时候 发现也都被阴界的人占据了 没有什么可说的 陆明直接杀进了一个座城池 此地 居然没有从落霞山脉溃败而来的人 不知道陆明的厉害 还想击杀陆明 结果可想而知 一处据点两百多人 被陆明斩杀了上百人 其他人亡命飞逃 之所以只有上百人 多半是因为其他人都离开 前往其他区域了 陆明的战功 又增加了五千多 接着 陆明又杀向下一个据点 不过 这次没有那么好运了 之前那一处据点败逃的人 分散在几个据点 已经告知了陆明的恐怖 所以等陆明来的时候 据点中的人一轰而散 陆明杀了个寂寞 转了一圈 没有收获 陆明便离开了荒芜丘陵 继续向西 已经接近主城区域了 陆明低语 所谓的主城区域 便是此地 有一座巨大的巨城 与其他城池一比 宛如主城 纵观整个准仙战场 都是差不多如此分布的 城池有大有小 大城池周围 分布着一些小的城池 大城池犹如国都一般 小城池便是普通的地方城池 整个准仙战场 分布着许多大城池 小城池更是无数 大城池 被称为主城 陆明看地图 这方圆几百座小城池 只有两座主城 分别被阴界阳间占据 在更远处 自然还有其他主城 第5310张黄天一族 根据这大小不一的城池 可以想象 在无比久远的过去 仙级战场和等繁华 生存着许多生灵 甚至分为一个个不同的势力 不同种族 不同的国度 每个势力占据一大片疆域 修建巨城 周围分布小城 现在那些生灵都消失了 留下了无数的城池 作为阳间阴界的据点 主城 还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 就是有离开仙级战场的古老传送阵 是的 进入仙级战场容易 想要离开 就难了 必须要通过各个主城的古老传送阵离开 假如这片区域的主城落在阴界手里 那阳间的生灵想要离开仙级战场 就只能长途跋涉 前往更加遥远的主城区域了 路明猜测 这片主城区域平衡被打破 许多小区域都落在眼界手里 大量的阳间声明被杀 恐怕会影响到主城的平衡 路明决定前往主城一看 看了一下地图 路明动身了 不再停留 速度全开 抓刷 忽然 前方两道流光急速飞过 向着远处飞去 炮强大的气息 那是什么种族 路明眼睛微微眯起 两道流光的速度虽然快 但是以路明的眼力 自然看得清清楚 那是两个年轻人 一男一女 男的英俊 女的美丽 长得和人族一模一样 不 准确来说 和苍天一族一模一样 但气息绝对不是苍天一族 充斥着阴冷的气息 分明是阴界的生灵 难道是黄天一族的人 路明心里一动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黄天一族的生灵 实际上 苍天一族的生灵 路明都很少见到 因为传说苍天和黄天一族的生灵 数量并不多 主要是两大天族天赋太高 太妖念了 所以诞生极其艰难 这与洪荒宇宙当初的亚人族数量少 不是一个概念 当初亚人族之所以数量少 因为他们本身不是洪荒宇宙的生灵 受到洪荒宇宙的压制 所以才会诞生艰难 造成数量少 倒不是他们天赋有多高 放在浩瀚宇宙海 亚人族的天赋 真的不算什么 两大天族 才是真正的恐怖 有种说法 即便在苍天大宇宙或者黄天大宇宙 想见到两大天族的也不容易 因为生活在两大宇宙的生灵 大部分都是两大天族的奴仆 犹如当初的亚人族或者恶魔 像是人族的女仆一样 这些奴仆 服务两大天族 为他们生产各种资源 陆明第一次见到黄天一族的生灵 有些好奇 而且黄天一族的两人身形狼狈 气息虚弱 身体染血 显然是受伤了 后面还有人 陆明心神一动 气息快速收敛 隐藏在一块大石之中 后面 有四道身影 急速而来 向着前面两个黄天族的人追去 苍天一族的人 陆明心里再度一阵 后面的四人 居然是苍天一族的人 很显然 四位苍天一族的人 在追杀两位黄天一族 还没到主城呢 就碰到这样的事情 显然这片区域的交锋 已经异常激烈 就连顶级的天之族 都在互相猎杀 陆明决定 跟过去看看 主要是看看天之族的战力和手段 陆明收敛气息 沿着地面飞行 小心地跟了过去 两个黄天一族的青年 显然受伤不轻 速度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越飞越慢 与后方苍天一族的人之间距离 越来越近 最后 在一条大山谷间 被苍天一族的人追上了 刺客苍天族的高手 将两个黄天族的青年团团围住 陆明急速赶来 隐藏在远处的一株大树上 远远眺望 刺客苍天族的人 也很年轻 看起来二十几岁的样子 三男一女 由此可见 两大天族的天赋 真的很恐怖 年纪都不大 就达到了三节准仙 苍天鹿 你们真的想要赶尽杀绝吗 黄天族那位青年男子 冷烈的目光扫向苍天族那位唯一的女子 苍天一族四人当中 以正位女子为首 战力最强 可笑 你我两族 自古以来便厮杀不断 只要遇上 便是不死不休 你还想让我手下留情 岂不是可笑 苍天鹿冷笑 美丽的脸庞上尽时杀鸡 他不再废话 手中的战剑 就要刺出 展开绝杀 但就在出手的刹那 脸色猛然一变 不好 有埋伏 我们终继了 撤 苍天鹿惊呼 迅速地向着后方退去 苍天族另外三个青年 反应也极快 苍天鹿刚动 他们也动了 紧随苍天鹿 向着后方冲去 但是在后方 出现了几道可怕的刀光 展向了苍天鹿四人 刀光刺眼 仿佛能斩破一切 微能恐怖 充斥着阴冷的气息 见明之声响起 苍天鹿四人出手 见光璀璨 犹如几百颗太阳爆炸 轰轰轰轰 苍天鹿四人的身形被挡住了 落回了原地 而在苍天鹿四人周围 已经多出了六道身影 全部都是黄天族的高手 加上之前两个 一共八个 反将苍天鹿四人围住 战局瞬息万变 之前那两个黄天族的青年 本来看起来气息虚弱 身受重伤的样子 但是在他们服下一个丹药之后 气息开始急速恢复 原来之前是故意受伤 目的是引我们来此吧 苍天鹿脸色凝重 目光落在一个身穿黑色雪边长袍的青年身上 黄天鹿 这是黄天族一位妖念人物 战力极强 外加另外七个黄天异族的高手 他们危险了 只要杀了你们四人 你们阳间在这座主城的实力会减弱不少 要不了多久 你们的那座主城 也将落在我们手里 黄天鹿淡笑 一幅蜘蛛在握的模样 边上还有一只臭虫在 等我捏死这只臭虫 再杀他们四人 黄天鹿边上 一位脸色冷峻的青年开口 下一刻 他展出了一道刀光 刀光 直披陆明所在的方向 黄天鹿 苍天鹿等人 神色都未变 显然早就发现了陆明 刷 陆明身形冲天而起 避过了那道刀光 刀光展落 陆明刚才藏身的大树 化为飞灰 有点实力 难怪敢窥探两大天族的交锋 不过你的下场 已经注定 那位冷峻青年身形如流光 冲向了陆明 第5311章天命述 黄天鹿族的冷峻青年 速度极快 人刀合一 杀向陆明 睡膝间 就来到近前 阴冷的刀光还未到 可怕的阴寒之气 就要将陆明冰封一般 一般人 面对黄天翼族 其实定然会弱 实力恐怕会打不少折扣 两大天族的威势 深入人心 但陆明不是一般人 他不但没有畏惧 反而露出浓浓的战役 黄天翼族的高手 还没战过呢 长枪出现 刺了出去 当长枪与对方的战刀碰撞在一起 爆发出惊天轰鸣 接着 那个黄天翼族的青年 身形一颤 向后飘退 嗯 黄天翼族和苍天翼族的其他人 脸色都微变 显然有些出乎预料 刚才那个黄天翼族的青年 虽然没有出全力 但正面交锋 陆明居然占据了上风 站立之强 出乎他们的预料 黄天翼族那个冷峻青年脸色 更加阴沉 他知道 遇到了一位妖孽添娇了 不过 这更激起了他的凶性 杀一位妖孽 不是更刺激 杀 冷峻青年大喝 身上弥漫强大的气息 刀光暴涨 再度斩向陆明 阴寒之气裹挟刀光 犹如金涛骇浪一般席卷向陆明 毫无疑问 这是一种准先术 陆明挥枪而上 正面迎战 当当当 两人瞬间交锋十多招 接着黄天翼族的冷峻青年身形暴退 可以看到 他的胸口出现了一个前后透亮的窟窿 但这个窟窿 在快速缩小 转眼间 就几乎快恢复了 好恐怖的生命力 这样的恢复速度 还真是惊人 即便是陆明 都惊讶不已 他很清楚刚才那一枪有多强的破坏力 一般人被刺中 身体直接炸裂 行神俱灭 而黄天翼族的冷峻青年 居然没事 而且还快速地恢复过来 难道天之族天生就有这样的生命力 还是另有原因 侥心 黄天翼族的一些天骄 都修炼了天命术 乃是从仙术天命先经演化而来的准仙术 生命力无比旺盛 另外 他还有绝招没有用出 苍天鹿提醒 声音在鹿鸣耳边响起 从仙术天命先经演化而来的准仙术 陆明心中移动 但依旧震惊 因为从仙术简化出的准仙术 他不是没见过 在原初之地 就见过不少人使用 威力远没有这么强啊 一般来讲 这种准仙术的威力不是不如从自身原术演化而出的准仙术吗 这黄天翼族的这种天命术 威力强得恐怖 你这只臭虫去死 黄天翼族的冷峻青年怒吼 杀鸡无比浓郁 他是什么人 黄天翼族的天骄 居然在一只臭虫手上手上 这是奇耻大乳 空 冷峻青年身上冲出一股更强的气息 同时 他的头顶 一轮汪洋浮现 漆黑如墨 深不可测 仿佛蕴含无穷无尽的力量 这是宇宙海 因宇宙海 陆明脸色大变 当然 这不可能是真正的因宇宙海 而是对方演化而出 但也足够恐怖了 陆明自创的绝招洪荒是 一掌打出 能演化洪荒大陆攻击敌人 但现在对方直接演化出因宇宙海 这就是对方的绝招吗 因宇宙海一出 直接压向陆明 陆明顿时感觉一股无比恐怖的力量 将它禁锢住了 它虽然运转本源之力 撑开了这股力量 但一身实力 绝对受到了影响 其他人在这种环境下 恐怕一身实力 能发挥出五六层就算不错了 冷峻青年仿佛与这一片 因宇宙海融合在一起 一刀斩向陆明 这一刀的威力 强大到巅峰 出手 此时 黄天傲等人也出手了 杀向了苍天鹿等人 苍天鹿出手 抵住了黄天傲 而另外三人 聚在了一起 全力防御 抵挡另外六人的攻击 但情况岌岌可危 恐怕挡不了多久 破 此时 陆明冷喝 体内达到先级的本源之力 轰然爆发 直接撑开了 因宇宙海的那股压力 秋 枪芒璀璨无比 刺了出去 再度与对方的刀光碰撞 这一次的结果就是 对方的发光 直接崩溃了 之前 陆明一直没有用出全力 目的是试探黄天一族的战力 现在对方连绝招都用出了 陆明自然不再留守 碰 刀芒崩溃 枪芒刺穿了冷峻青年的丹田 长枪微微震动 里面恐怖的毁灭之力 疯狂的爆发 从内而外 要将黄天族的冷峻青年彻底撕裂 冷峻青年发出嘶吼 体内有一股恐怖的生命之力 在不断地修复身体 期待愈合 不过终究还是陆明的毁灭之力更强 击溃了这股生命之力 彻底将冷峻青年撕裂 同时长枪再度移卷 形成了一个如漩涡一般的毁灭漩涡 将对方的灵魂席卷进去 为我报仇 冷峻青年的灵魂 发出最后的吼笑 便彻底消失了 好难杀的人 这样的人在苍天一族中 不知道多不多 陆明心里转过一道念头 他虽然击杀了对方 却没有多少喜悦感 因为他已经发现 黄天一族另外动手的七人 战力都不会比冷峻青年弱 其中六人 与冷峻青年 是属于同一层次的存在 特别是那个黄天傲 更加恐怖 战力更加强大 比其他人强出一截 苍天一族的四人也不弱 其中苍天鹿的战力 完全能够与黄天傲匹敌 难道苍天一族随便走出一个年轻人 都这么强 刚才那个冷峻青年 攻击力不会弱于四截准先 若是加上那可怕的生命力 以及那一招演化阴宇宙海的绝招 比一般四截准先难缠很多 若非陆明的战力 超出对方太多 想要击杀对方 真的不容易 这些人 若都是天之族中的妖孽天骄 那还说得过去 若是随便一人都这么恐怖 那实在太惊人了 小子 看到陆明击杀了冷峻青年 黄天一族的人惊慕不已 而若天一族的人 则是露出喜色 对方少了一人 而他们多了一人 而且战力更加强大 他们这一次有救了 这位兄弟 还请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日后必有后报 若天路交呼 第5312章恐怖绝招 陆明收起了冷峻青年的储物戒指 持枪踏步而出 向着两大天族的战场走去 强大的气息 锁定了其中一人 那人浑身的汗毛 立刻竖起 感觉到致命的危机 联手杀他 那人低吼一声 主动冲向了陆明 与他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人 找了两人 三位苍天族压力大减 终于缓了口气 两个黄天一族的青年 身在半空 他们头顶 就已经浮现出两轮汪洋 全部都是因宇宙海 原型的宇宙海 直径能有十米 与之前那个冷峻青年相仿 两轮因宇宙海 压向陆明 双重压力 仿佛要禁锢陆明 将陆明的身体压爆 同时 还有一种深入灵魂的阴寒之气 能腐蚀灵魂 肉身与灵魂双重攻击 若实力不够 战力发挥不出一半 破 陆明低喝 长枪如战斧一般批出 两轮因宇宙海剧烈震动 差点要被批为两半 接着 陆明身形如电瓣冲刺 刺出了两道枪芒 当当 两个皇天一族的青年迅速的后退 脸色苍白 他们发现 即便两人联手 也不是陆明的对手 陆明一招战据上风 挥枪强攻 欲要击杀对方 见机不妙 又有一个青年冲来 加入了战团 三人合战陆明 但依然不是陆明的对手 被陆明压制 该死 此人是谁 怎么没有听说过 为什么实力这么强大 此人肉身灵魂都极强 几乎没有短板 宛如天之族 皇天一族的几个青年暗中迅速交流 他们暗中快速地讨论陆明 陆明心里也闪过一道道念头 在分析皇天一族 这就是天之族吗 肉身与灵魂都极其强大 本源之力也非常强 达到了高级 陆明思存 天之族的天赋 太高了 肉身灵魂和本源之力 都没有短板 异常强大 但最强的 还是准仙术 比如那种天命术 让生命力强盛到极点 还有那种演化 因宇宙海的手段 也恐怖无比 与之对比 陆明发现自己的手段 还是单薄了一些 他唯一的准仙术 便是从自身元术领悟而来 不过三位皇天一族的青年虽然极强 但与陆明 还是存在不小的差距 陆明强势猛攻 终于让对方出现破绽 七八招之后 一枪洞穿了其中一人的丹田 毁灭了奇缘根 最终将其灵魂磨灭 又杀一人 剩下两人金句 不由后退 一退之下 战役衰退 更难抵挡陆明的攻击 杀 陆明长笑 长枪猛然批下 又将其中一人打爆 即便对方有天命术 都难以恢复 退 皇天傲怒吼一声 决定撤退 被陆明连杀三人 皇天一族的人数优势 已经荡然无存 加上陆明的战力强大 再战下去 危险的是他们 拦住他们 不要让他们逃走 苍天陆浇喝 之前他们想的是怎么保命 但现在他们改变主意了 想的是怎么留下对方 有陆明这一尊大高手在 完全有可能实现 苍天族的人士气大增 竭尽全力反击 缠住了对方 可以看到 苍天一族的人头顶 也浮现出一轮轮宇宙海 充满了炙热的气息 明亮刺眼 这是阳宇宙海 苍天一族 也有类似的手段 难道是天赋 滚开 皇天傲大喝 浑身本源之力沸腾 一服拼命的架势 将苍天心耗心耗退 但是一道枪芒 只取他的丹田 赤陆明 陆明顶上了皇天傲 皇天傲的实力 明显比其他人强一劫 陆明要试试此人的实力 皇天傲反应极快 战刀一斩 挡住了陆明的长枪 这家伙交给我 你去对付其他人 陆明对苍天路说了一句 攻势不停 一道道枪芒 笼罩向皇天傲 狂妄 皇天傲低喝 眼神争鸣 刀光暴涨 与陆明对抗 当当当 转瞬之间 战刀与长枪 对碰了几十下 皇天傲的身形 后退了几十步 每一次碰撞 皇天傲都要后退一步 而苍天路 已经加入了其他战团 将一个皇天族的高手 打成重伤 阳间这边 占据全面的上风 皇天 皇天傲低吼 一轮阴宇宙海浮现 压向了陆明 这一轮阴宇宙海 比其他人大了一大圈 直径足有20米 威力 也要强一大截 即便是陆明 也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他的肉身微微的颤抖 灵魂仿佛要被冻结 彻底化为灰烬 这一种绝招 极其的可怕 杀 皇天傲长效 再度向着陆明展来 刀光蕴含了 因宇宙海的威能 威能暴涨 陆明也将战力催动到顶点 与之大战 不得不说 皇天傲极其恐怖 战力无比强大 各种准先术威力惊人 即便是陆明 都感觉一丝麻烦 不过 终究还是陆明更强 当陆明将战力催动顶点的时候 长枪挥出 因宇宙海震动不休 有种要崩溃的感觉 吃几招后 陆明一枪差点扫中皇天傲 皇天傲虽然击杀必过 但依然被灵力的进气扫中了 血肉横飞 炸裂了一大块 但皇天傲的生命力极其惊人 居然快速地恢复了 瞬息而已 他的血肉便重生了 皇天傲的天命术 比其他皇天族青年的天命术 更强 此人 当真是一个难缠的对手 我就不信杀不死你 陆明攻势不停 如狂风暴雨 不断地席卷向对方 压得对方节节败退 不久之后 皇天傲又中招了 半边身体都差点炸裂 不过此人凭借强大无比的生命力 居然快速地恢复过来 不过显然 此人的气息 萎靡了一些 天命术 也不是无敌的 即便能快速恢复 也会付出一些代价 陆明越战越强 准仙术被催动到极致 随着不断交锋 陆明对自身的准仙术 又有不小的领悟 碰 五招之后 这一次 黄天傲真正遭到重创 被陆明拦腰抽中 身体炸成了两截 当然 黄天傲炸裂的身体 快速地粘合在一起 以惊人的速度恢复 换做其他人 被陆明如此击中 绝对很难恢复 且没有再占之力了 只能说 天命术堪称变态 第5313章天之族天骄的水平 黄天傲如此重伤 付出的代价更大 气息更加萎靡 啊 黄天傲嘶吼 疯狂冲击 想要逃走 此时 他真的有点慌了 陆明的战力 明显强出他一劫 再战下去 他真的可能陨落 可惜 他想要脱身 却发现根本办不到 陆明的攻势如狂 他不得不全力抵挡 稍微一分审 就要被重创 他临时一扫周围 心里发凉 此时 黄天一族的人 居然只剩下两人了 苍天路的战力 不比他弱多少 其他人数量不占优势 根本不是苍天路的对手 此时已经两人被杀了 剩下的两人 也岌岌可危 败亡是迟早的事情 该死 都是这个小子 黄天傲心里低吼 眼神露出怨毒之色 这一次 本来是一次完美的伏击 他们八人出手 绝对能将苍天路四人全部留下 可没想到 半路杀出了一个陆明 战力强的过分 居然将战局完全反了过来 这一次 全灭的 可能是他们 要死一起死 黄天傲嘶吼 开始燃烧本源之力拼命了 黄天傲的本源之力 乃是顶级 并且度过了三次仙劫 一旦燃烧 威力强大 一时间 居然差点被他脱身 可惜 陆明背后出现一对翅膀 展现急速 黄天傲根本脱不了身 碰 又十多招之后 陆明强势击溃了 黄天傲演化出来的英宇宙海 长枪不可阻挡 洞穿了黄天傲的丹田 咔嚓 黄天傲的圆根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 接着炸裂开来 毁灭之力席卷而出 将黄天傲的肉身彻底撕裂 即便是天命术 也难以修复 黄天傲的灵魂向着远处冲去 想要逃走 陆明甩出了长枪 击中了黄天傲的灵魂 将之彻底击杀 呼 陆明微微呼出一口气 这黄天傲 还真是难杀 境界与陆明一样 却如此难杀 出呼陆明的预料 准确来说 黄天傲的战力 还是比陆明现在深低了一劫的 之所以如此难缠 还是因为对方的天命术 若无天命术 黄天傲早就死在陆明手上了 此时 另外一场战斗 也接近了尾声 苍天陆的战力足够强大 不比黄天傲若 与苍天一族另外三位高手联手 围杀最后两个黄天族 结局已经注定 扑 最后一位黄天族被苍天陆一箭披杀 彻底结束了这一场战斗 陆明不动声色地收起了几个黄天族的储物戒指 这位兄台的战力 当真令人钦佩 不知道怎么称呼 苍天陆走了过来 一抱拳 另外三人也跟着抱拳 眼中再也没有了轻视之意 能独自击杀黄天傲 同级之中 就算苍天一族中 都没有几人能够办到 击败和击杀 完全是两回事 他们很清楚 黄天傲的天命术 火候不浅 生命力顽强 极难杀死 除了苍天一族之外 其他种族的人 能杀死黄天傲 这绝对惊人 出乎他们的预料 陆明沉吟了一下 最终还是爆出了真名 主要是他觉得 苍天一族 对洪荒宇宙 并无恶意 如果有恶意 当初就不会出手 帮助洪荒宇宙了 直接让阴界灭了 洪荒宇宙就可以了 你是洪荒宇宙的陆明 苍天陆等人 都露出惊奇之色 不错 陆明点点头 我是苍天陆 接着 苍天陆一一介绍了 其他几人 陆兄 与我们一起前往主城如何 主城的大战 已经进入到白热化 恐怕过不了多久 就要决战了 苍天陆到 我正有此意 不知道现在主城的战况 如何了 我一路走来 发现很多区域 都落在了阴界手里 陆明道 是这样的 苍天陆将主城的战况 讲了一下 不久前 某片小区域 阴界来了好几个妖孽天骄 打破了平衡 导致很多小区域的据点 都落在了阴界手里 最后风暴席卷到主城 这段时间 双方互相裂杀 原本 苍天陆等人发现了两个 黄天翼族的高手 想要除掉对方 减弱阴界那边的实力 没想到这一切都是黄天翼族做的局 幸好遇上陆明 不然这一次情况不妙 这一次不仅除掉了黄天翼族的八位高手 还有陆兄加入 我们的胜算 总算大了几分 苍天陆到 那黄天奥 在黄天族中 算是什么级别的天骄 还有另外七人 又是什么级别的存在 陆明问道 这一点 他很关心 难道黄天翼族中走出的人 都有这么强 他不相信 天之族的实力 固然强大 这一点毋庸置疑 没有任何大宇宙能与之匹敌 天之族的对手 永远是天之族 但也不可能强大到那么离谱 随便走出一个 都那般强大 黄天族 即便在黄天族中 都属于顶尖 至于其他七人 在黄天族中 也算是天骄了 苍天陆到 也算是天骄 难道只是属于普通天骄 陆明听出了 苍天陆话语中的话外之意 确实 只是一般的天骄 那些人 在神主静的时候 一般只是三次破级 或者四次破级 那黄天奥 在神主巅峰的时候 曾经是五次破级 苍天陆到 只是三次破级 四次破级 战力就那般强大 陆明脸色凝重 另外七人的战力 虽然只是三截准仙 但比一般四截准仙更加难缠 这种实力 放在其他大宇宙 绝对是顶级妖念天骄了 毕竟 准仙境 想要跨级而战 很难 越往后越难 是因为准仙术 陆明心念急转 他看得很透彻 黄天翼族那些天骄 本身的天赋虽然强大 但最关键 还是因为那些准仙术 演化阴宇宙海 天命术等 都异常强大 超出了其他准仙术 那黄天奥 虽然曾经也是五次破级 但是同为五次破级 到了准仙之后 战力也有强弱之分 并且差距很大 据我所知 黄天奥在黄天一族的五次破级天才中 只能算一般 同为五次破级的天骄 有些人比黄天奥强很多 这一次阴界降临的妖孽中 就有一位 曾经是五次破级 但是战力 比黄天奥强出很多 主要是他打破了平衡 苍天陆道 第5314章组成 是因为准仙术的差距 陆明问道 不错 是因为准仙术 不管是我苍天一族或者黄天一族 拥有宇宙海最顶级的仙术仙金 这些仙金演化而来的准仙术 异常强大 比如黄天一族的黄天仙金 就是宇宙海最强仙金之一 演化而来的黄天术 也是最强的准仙术之一 而黄天一族的天命仙金 得自仙级战场 也是号称最强的仙金之一 修炼道最强 号称生命力最强 不死不灭 演化而出的准仙术 生命力也极其惊人 还有其他一些准仙术 黄天一族的天骄 本身就比较强大 再炼成这些准仙术 战力不是其他大宇宙能比的 苍天陆介绍 言语之中 自然而然透露出一丝自傲之色 黄天一族如此强大 苍天一族自然也不会弱到哪里去 不然两族岂能成为宿敌 陆明脸色凝重 他觉得 他可能小看两大天之族了 在本元进巅峰的时候 唐峰曾评价 陆明现在身的元术 若是修炼道大成 可积身本元榜前时 若是陆明三身的元根 都达到了顶级 并且元术大成 三身联手 可能与本元榜前三的一战 对战苍天一族六次破级的妖孽 后来 陆明这些不仅达到了 元根还在顶级的基础上 再度进化 达到先级元根 陆明信心大增 认为三身联手 在同级之中 应该无敌了 能够击败本元榜第一第二的两位妖孽 但那是在本元进的时候 进入道准仙 情况变了 因为准仙可以修炼准仙术 千术仙金 也有强弱之分的 两大天之族 掌控着宇宙海最顶尖最可怕的仙术仙金 以这些仙术仙金碾化而来的准仙术 威力强决 远超一般准仙术 两大天之族的妖念天骄 修炼了这些准仙术 战力会变得更强 进一步拉开与其他宇宙的差距 只是四次破级五次破级之人 修炼了这些准仙术 就如此强大 那些六次破级的恐怖妖孽 天赋绝对更强 修炼这些准仙术 肯定能修炼到更加高深的地步 战力恐怖无法揣测 一想到这里 陆明心里有些没底了 他掌握的准仙术 还是单薄了一些 可以想象 掌握如此强大的准仙术 且不缺少资源 天之族那些天骄 杜仙杰的雷杰数量 绝对很高 苍天鹿姑娘 冒昧地问一句 你平均雷杰数是多少 如果不方便说 就算了 陆明安耐不住好奇 问了一句 但一想到打听这种事 是一种忌讳 毕竟是被人的秘密 他后面又补充了一句 这没什么好隐瞒的 最强路上都有记载 我平均雷杰数 是17到多一点 第一种仙杰 渡过了最强的18到 第二重第三种力有不逮 只渡过了17到 再往后 想要渡17到都难了 苍天鹿道 说到后面 叹了口气 变态 陆明心里嘀咕了一句 没想到 苍天鹿就差点一点 也渡过最强仙杰了 难怪如此强大 准仙术是一方面 自身强大 也是一方面 最强路 是什么 陆明问道 如今 阴阳宇宙海阁大宇宙 都在进行最强天骄计划 顾名思义 以一切资源 让这些天骄 度过最强仙杰 当然 真正的18到雷杰 没有多少人能持续度过 只要平均雷杰数超过13到 就会被记录在最强路上 苍天鹿解释道 不过 我现在只是三杰准仙 平均雷杰数很虚 虽然现在平均17到多点 但随着我后面胸围加深 平均雷杰数会不断下降 前七强不算什么 到八杰准仙 九杰准仙 平均雷杰数多 那才是真的强 苍天鹿又补充了一句 这也是对鹿鸣 他才会如此详细 如此谦虚的讲解 因为他估计 鹿鸣前面三重雷杰 多半都是度过了18到的最强雷杰 在比自己更强者面前保持谦虚 是任何生灵的本能 鹿鸣点点头 这一点很好理解 九重仙杰 越靠前仙杰越容易度 度过的雷杰数 也能更多 越往后会越难 前面能度过18到雷杰 不代表后面能度过 很多人越往后 度过的雷杰数会不断下降 是很正常的 到九杰准仙 还能保持平均雷杰数都是18到的 那才是真正的恐怖 这一次皇天翼族降临的那位妖孽 三重仙杰 都是度过18到雷杰的 最可怕的 此人潜力还远未耗尽 后面的几重仙杰 恐怕都能度过18到雷杰 苍天族另外一人补充了一句 众人边走边聊 向着主城而去 数日之后 一座巨大古老的城池 出现在鹿鸣眼前 这座城池 比鹿鸣见过的城池 都要大十倍以上 这便是这片区域的主城 主城中 有古老的传送阵 能够离开先级战场 主城之上 人山人海 惊奇招展 气氛凝重 一幅山雨欲来 丰满楼气氛 主城的人数很多 鹿鸣目光大略扫了一下 不下万人 要知道 这可都是准仙 而且大多数 还是三节准仙 苍天鹿等人回来 自然有人迎接 其他大宇宙的生灵 见到他们 无意不是毕恭毕敬 苍天一族 在阳间的地位 超然在上 鹿鸣目光一扫 发现了几个 盛光大宇宙的人 在苍天鹿等人面前 也是点头哈腰 满脸陪笑 很多人的目光 不禁落在鹿鸣身上 带着浓浓的好奇 鹿鸣 和苍天鹿等人 一起回来的 而且看模样 似乎平等论交 要知道 苍天鹿等人 即便在苍天一族中 也算是天交人物 能与他们平等论交的 且又是三截准先的 整个阳间都不多 此人 是鹿鸣 忽然 盛光大宇宙一人 发出低吼 他认出了鹿鸣 实际上 盛光大宇宙大部分人 都看过鹿鸣的画像 想认出鹿鸣 不难 鹿鸣 哪个鹿鸣 有人问到 还有哪个 自然是洪荒宇宙的 那个鹿鸣 不少人议论 第5315章苍天族的其他高手 主城上 有许多强大的大宇宙生灵 如排名第二的混沌大宇宙 排名第三的神魂大宇宙等 都有生灵在此 玉清大宇宙 盛光大宇宙 也有不少高手在此 此时 玉清与盛光大宇宙的不少生灵 看向鹿鸣的目光 充满了杀意 但一看到鹿鸣和苍天鹿并肩而行 就立刻熄灭了那股杀意 看模样 鹿鸣和苍天鹿的关系不错的样子 他们要是敢动手 肯定会遭到重罚 难道鹿鸣勾搭上苍天鹿了 讲到这里 许多人心里涌起嫉妒之意 苍天鹿 即便放在苍天一族中 那也算顶尖的妖孽天骄了 在神主竟曾五次破级 加上年轻貌美 宇宙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惦记呢 可惜鹿鸣暗暗摇头 他还巴不得欲清大宇宙 圣光大宇宙这些人率先对他动手呢 那样的话 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将这些人拍死了 当然 也只能想想而已 杨廷有规定 在先级战场不能自相残杀 即便没有苍天鹿 众目睽睽之下 这些人也不敢 鹿鸣 我带你去见见这座主城的暂时城主 也是我苍天一族的顶级妖孽 苍天拳 苍天鹿对鹿鸣微微一笑道 这笑容顿时让周围无数人的心融化了 同时对鹿鸣的极度之心 更是十倍的增加 苍天鹿平常在其他人面前 那都是一幅高高在上的模样 什么时候给过他们这么温和的笑容 极度 浓浓的极度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 鹿鸣觉得自己已经是千苍百孔了 鹿鸣一笑 直接忽略了这些人的感受 问道 苍天拳的实力 比起你来如何 自然比我强 他的苍天术等几种准先术的火候 都在我之上 不过 没有皇天一族新降临的那位妖孽强 所以对上那位妖孽 必须要以苍天拳为核心 不止合击阵法 才能对抗 苍天拳简单的介绍了一句 鸡人穿过城池 来到一座大殿中 大殿正在意识 坐满了人 鹿鸣目光一扫 发现有十几位苍天一族的高手 另外还有十几位其他宇宙的高手 能出现在这里的 站力都很强 角鹿 你回来了 战况如何 那两个皇天族之人 有杀掉吗 为首的是一个二十几岁的方脸青年 起身问道 此人气息雄厚 随意一战 就给人如山的压力 即便是鹿鸣 都能感觉此人的强悍 此人 站立绝对在皇天傲之上 鹿鸣知道 这个青年 就是苍天拳 这一次 我们中计了 苍天鹿道 中计了 怎么回事 苍天鹿脸色一变 那两个皇天族之人 不过是诱饵 我们在追杀他们的过程中 遭到了皇天族一族的埋伏 他们的人数是我们的一倍 而且还是皇天鹿带队 苍天鹿道 什么 不仅是苍天鹿 其他人脸色也是大变 随后都露出狐疑之色 众人都很清楚 皇天鹿的战力 皇天鹿绝对不会比苍天鹿弱 加上人数多了一倍 不用说 既然是精心设服 出动的自然不可能是弱者 那苍天鹿等人 怎么一副毫发无损的样子 是有人出手相助吗 一些脑子比较灵活的人 目光看向了鹿鸣 鹿鸣与苍天鹿并肩而来 有说有笑 难道是此人救了苍天鹿等人 此人看起来很面生 从来没有见过 难道有这等战力 鹿鸣 洪荒宇宙的鹿鸣 大殿中也有圣光大宇宙的天骄 此时低吼 道出了鹿鸣的来历 这一次幸好碰上鹿鸣 鹿鸣 是鹿鸣出手相助 救了我们 而且鹿鸣还击杀了皇天鹿 另外七位皇天族的高手 也全部被击杀 苍天鹿道 神漫 剑场的众人震惊的全部站了起来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强大的力量涌动 骇然的盯着鹿鸣 就便是苍天拳 也是震惊不已 鹿鸣居然能杀皇天鹿 即便是他 都杀不了皇天鹿 以他的战力 击败皇天鹿可以 想杀皇天鹿 根本不可能 皇天一族修炼天命术 生命力惊人 一心想逃的话 即难杀死 洪荒宇宙的鹿鸣 居然有此等战力 不可能 大殿中的圣光大宇宙 玉清大宇宙的生命 简直不敢相信 接着 苍天鹿将这一次追杀皇天族 然后遭到对方埋伏 最后鹿鸣出手的经过 简单的讲了一遍 好 哈哈 鹰界损失了八位高手 而我们又添加了鹿兄这样一位高手 这一次 我们未必会败 苍天鹿哈哈大笑 畅快至极 原本 由于鹰界突然来好几位妖孽 他们这边完全落在下风 但现在此消彼长 就不一定了 至少他们压力减轻了很多 大殿其他人 也都露出了笑容 当然 圣光大宇宙和玉清大宇宙的人 脸色可不好看 鹿鸣越强 他们越不爽 鹿兄先住下 鹰界生灵恐怕要不了多久 就要发起总功了 到时还要麻烦鹿兄出手 苍天拳道 身为阳间之人 理应出手 苍天兄无需客气 鹿鸣一抱拳 来到一处居住之地 鹿鸣手里 出现了四个储物戒指 都是来自皇天一族的四位高手 破开了上面的禁制 鹿鸣打开查看起来 不愧是天之族 就是富有啊 鹿鸣感叹 四个皇天一族的高手 准仙兵加起来 居然有二十几件 而且等级最低的 都是三截准仙兵 甚至有三戒六截准仙兵 另外准仙药发现了三珠 准仙药可是非同小可 炼化之后 能大大加快修炼进程 提升修为 另外 标准的仙之血 加起来超过百万滴 最重要的是 鹿鸣发现了几十块魂金 魂金这种东西 有价无事 极其罕见 没想到在皇天一族的高手中 发现了几十块 整理好之后 鹿鸣拿出一块魂金 开始炼化 提升灵魂 大战来得比鹿鸣预料得更快 鹿鸣在这座主城 只待了三天 两边的大战便爆发了 第5316章工程战开始 东东东 战鼓响彻云霄 主城之中 无数身影冲出 冲向了四方城墙 在主城中间 有一座云塔 如立剑一般高耸入苍穹 站在云塔的最高层 能扶拦主城四方 观察到整座主城的战况 苍天泉等人 就在云塔之上 发号施令 主持战局 鹿兄 随我去云塔 苍天鹿找到了鹿鸣 鹿鸣点点头 与苍天鹿一起 来到了云塔之上 云塔很宽阔 包括苍天泉在内 站着十几人 看到鹿鸣前来 苍天泉微笑地点点头 然后继继续观察四方的战局 鹿鸣也扫视四方 主城之外 四个方向 都有大量的身影向着主城冲来 全部都是鹰界的生灵 四个方向加起来 数量超过了一万 这可不是普通的生灵 这可全部是准仙 而且大部分 都是三节准仙 上万三节准仙一起冲击 场面太恐怖了 上万三节准仙一起冲击 气势惊天动地 天地为之颤利 让人有种错觉 好像四面八方 涌来无尽惊涛骇浪 能冲垮一切 磨灭一切 仿佛一个冲击 能覆面一座大宇宙一般 准备 苍天泉的声音 传遍主城 阳间所有人 做好了大战的准备 不过 阴界的生灵 在千里之外 都停了下来 然后排列成一排排 一个个方队 以每一个方队为核心 在他们上空 悬浮着一件准仙兵 六节准仙兵 每一个方队 都在催动一件六节准仙兵 三节准仙 多人联手 能够催动六节准仙兵 但想要催动七节准仙兵 很难 主要是差距太大了 杀 阴界的阵营中 传出一声大吼 接着 一件件六节准仙兵 发光 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化作一道道流光 向着阳间这边的主城轰了过来 刺客方向加起来 大约有五十多把六节准仙兵 六节准仙兵 在上百人的催动下 虽然灵活不足 但是用来攻城掠地 效果却非常好 虽然打不动先级战场的古城 但对着对方阵营轰击下去 能造成大量的伤害 能造成大量的伤害 阳间这边 也早就做好了准备 城墙之上 也早就分成了一个个小队 他们头上 也都浮现出一把六节准仙兵 主城区 有苍天异族的高手坐镇 更有混沌大宇宙 神魂大宇宙等阳间排名前十的大宇宙坐镇 自然不会缺少高等级的准仙兵 整个宇宙海最富裕的 毫无疑问是苍天异族和黄天异族 而且阳间这边寄出的 大多数还是防御类的六节准仙兵 一块块盾牌 一座座宝塔 一座座大山模样的准仙兵 急剧变大 飞了出去 镇守主城四方 轰轰轰 双方的六节准仙兵 在半空碰撞 爆发出惊天轰鸣 一圈圈恐怖的能量浪潮 席卷八方 一般三节准仙要是被卷进去 恐怕会尸骨无存 一方攻击 一方防御 很快就交锋了十多个回合 阳间这边 稳稳地防住了 阴界那边 并未攻破 布阵 此时 阴界那边 再次传出军令 接着 一座座九人合击阵法出现了 这些九人合击阵法 或者化为战剑 或者化为战刀 或者化为火焰 或者化为异兽 向着主城冲来 合击阵法 速度极快 而且更加灵活 这些合击阵法所化的刀剑等 不停地闪烁 避开那些六阶准仙兵 冲向主城 夹杂在这些合击阵法中间 也有少数单人的高手 这些人单独行动 跟随合击阵法一起冲来 速度更快 更加的灵活 毫无疑问 这些都是真正的绝顶高手 最差的 都有之前跟随苍天路一起的那三个青年那么强 都是三阶准仙 却拥有堪比四阶准仙战力的存在 不过人数不多 四个方向加起来 也只有二十几位 其中一半以上 都来自皇天一族 当然 其中还有更强者 与苍天路一个级别的存在 不过数量更少 四个方向加起来 只有七八个 大多数都是皇天一族 其他种族的很少 英界的战术很好 先以六阶准仙兵开路轰击 再派出高手袭杀 放在科技星球上 六阶准仙兵相当于重型火器 以重型火器开路 其他高手冲杀 那些合击阵法或者单人高手 一旦冲上主城 就可以击溃那些队伍 让这些人无法联手 催动六阶准仙兵 到时 英界那边的六阶准仙兵轰下 大局便可定 该我们的高手出动了 杀出去 拦住他们 苍天拳下令 杨坚这边 也有一座座 合击阵法布置而出 飞了出去 飞向英界的那些合击阵法 双方大战在一起 同时 也有一个各单人强者飞出 大战英界的那些强者 那个家伙 交给我 东边的那个 交给我 云塔上 也有一道道身影飞出 杀向英界那别的顶级高手 比如苍天鹿 就杀向了北边那个 与黄天一族一位女子 厮杀在一起 难解难分 陆明发现 杨坚这边 如苍天鹿这个级别的顶级高手 也大多数来自苍天一族 其他宇宙 只有两人 这很正常 同为五次破级 在神主境或者本源境的时候 其他宇宙的天骄妖孽 完全可以天之族的天骄争锋 但进入准仙境后 天之族因为有强大的准仙术 会变得更强 拉开与其他宇宙妖孽的差距 其他宇宙的妖孽 除非是那种有大机缘的妖孽 战力才能赶上天之族的妖孽 一时间主城之外的虚空中 大战无比激烈 苍天拳 还有他身边的八人 没有动 因为他们的对手 是阴界那位最强妖孽 一位平均雷结束达到18道的妖孽 但这样一来 杨坚这边的顶级高手 数量就少了一些 蓝以蓝下阴界全部的高手 可以看到 西边方向 有一道身影 速度极快 帝国六截准先兵 杨坚这边有几座合击阵法攻击此人 都拦不下此人 此人一刀斩出 刀光锁过之处 一座合击阵法就被批飞 第5317张强强对决 不仅在西边 在北边 也有一位绝顶高手 无人可阻 这都是苍天鹿一个级别的存在 即便弱 也弱不了多少 鹿兄 要拜托你了 苍天拳看向陆明 他们若是全部出手 决顶高手 未必会比对方少 苍天拳身边 就有两位顶级高手 但是他们要联手布置 对方应见那位最强妖孽 他们一旦出手 那位最强妖孽 将无人可敌 在陆明没来之前 他们推演战局的结果 最怕的就是这一幕 交给我 陆明身形一晃 就如意到闪电 向着主城西边而去 顺西间 就冲出了城外 长枪一扫而出 直接将阴界的一座九人合击阵法打爆 里面的布阵之人 大口吐血 肉身军裂 遭到重创 陆明一冲而过 道道枪芒刺出 布阵的九人全部被轰杀 刷 陆明身形不停 迎上了那位顶级高手 此人 也是来自黄天一族 黄天树 此人刚才看到 陆明一招打爆一座合击阵法 知道陆明极强 不敢大意 一出手就是绝招 一座二十多米的阴宇宙海 浮现而出 庞大的阴寒之力 压迫向陆明 接着 可怕的刀光 斩向陆明 一出手 陆明就知道 此人的战力 不弱于黄天奥 陆明眼中 闪烁炙热的光辉 在他眼中 黄天族这种顶级妖孽 就是一座移动宝库 击杀之后 不仅能得到大量宝物 还能获得大量的战功 之前击杀黄天奥那几人之后 陆明就获得了将近两千战功 只是四个黄天一族而已 都是三截准仙 居然就达到两千战功 数量一般三截准仙的十倍 一枪扫出 枪盲破天 空的因宇宙海剧烈的震荡 仿佛要爆碎开来 接着 长枪急剧变大 与对方的战功碰撞 当的一声 对方身体向后暴退 杀 陆明清喝 长枪对着天空刺出 在不远处的苍穹之上 一道巨大的枪盲浮现 对着阴界另外一位顶级高手 刺了下去 陆明要独占几位高手 让杨坚这边的人 腾出手来 枪盲如擎天之柱般刺下 应借那位高手脸色大变 全力后退 闪避枪盲 你去北边 此人交给我 陆明对杨坚的那位高手传音 小心 杨坚那位高手说了一句 急速地冲向北边 挡住了北边那位无人可制衡的高手 陆明挥舞长枪 枪盲纵横 独占两大高手 应借这两位高手 杀意冷冽 联手欲要封杀陆明 一位是黄天一族 另外一位 并非黄天族 但也是一位绝顶妖孽 显然有其他机缘 掌控可怕的准仙术 战力不会比黄天傲差多少 两位高手联手 的确强大 在三截准仙之中 没有多少人可敌 可惜 他们遇到的是陆明 陆明的准仙术 虽然单一了一些 但威力绝对强大 剑在身参悟的元术 本来就极其强大 修炼到大成 足可与一般准仙术争锋 剑在演化出准仙术 单一威力来说 不会弱于那些顶级的准仙术 加上陆明的仙级元根 即便两人联手 也不是陆明的对手 三人交锋十多招之后 陆明开始全面占据上风 阴界阵营之中 一个风神如玉 身穿黑袍 双眸如深渊的年轻男子 关注整个战场 此人便是黄天一族 那位新降临的绝世妖孽 这片区域最强的一位存在 黄天灵 此刻 他注意到了陆明 眉头微微一皱 杨坚在这片区域 居然出现了这样的高手 看来 黄天澳等人被杀 多半与此人有关 黄天灵道 的确很强 黄天虎两人 恐怕不是对手 黄天灵身边 一位老者道 该我亲自出手了 苍天拳想要用 合击阵法对付我 真是天真 黄天灵冷笑 凌空踏步 速度陡然暴增 向着阳间这边的主城冲来 云塔上 黄天灵出手了 我们出手 苍天拳低喝一声 边上的另外八人 跟随苍天拳冲了出去 冲出的过程中 他们身上的战甲发光 玄妙的力量相连 和击阵法布置而出 化为一把散发炙热气息的战舰 战舰震动 掠过虚空 只斩黄天灵 黄天灵手持战刀 宜然不惧 双手握刀 战刀爆斩而出 斩在战舰之上 爆发出惊天轰鸣 接着 黄天灵身形一颤 微微一退 但他眼中 战役更强 下一刻就反杀回来 与苍天拳几人布置的 合击阵法大战 毕竟束苍天拳为核心 布置的合击阵法 另外还有两位极强的妖念一起 合击阵法威力强大 一时间 居然占据了上风 但是想要击败黄天灵 一时半会也办不到 双方不断交锋 陷入胶着 主城的四方 全部都在大战 在厮杀 妖念对妖念 合击阵法对合击阵法 渐渐的 阴界那边 开始占据上风 毕竟 主城区域周围的那些小区域 因为平衡被打破了 阳间的不少高手 都被阴界所杀 而阴界大量的高手 从那小小区域 汇聚向主城区域 让主城区域阴界的高手更多 不管是合击阵法 还是能跨及而战的天骄数量 都更多一些 若非之前黄天傲带人 围杀苍天禄 结果反被杀 阴界那边高手的数量 会更多更强 即便如此 阳间这边 还是渐渐落在下风 比如 那种拥有四节准先战力 高手的较量 因为阴界那边数量更多 在某些地方 两人围攻阳间一人 此时阳间那边 已经有人被杀了 只能以合击阵法顶上 此消彼长 阳间开始往后收缩战线了 而那些顶级妖念之间的对决 也出现了变化 苍天禄与黄天一族的 一位女子在大战 此时 苍天禄渐渐不敌 不是苍天禄不够强 苍天禄的实力 真的不会弱于黄天傲 而是他的对手 实力太强了 在黄天磷没有降临之前 他的对手 是阴界在这片主城区的 画世人 最强者 常年与苍天拳争锋的存在 持力至强 比苍天禄强了一线 两人交锋数十招 苍天禄完全落在下风 继续站下去 注定会败 第5318章 无垢鲜光 苍天禄那边落在下风 而禄明这边 以一战二 却占据了上风 双方的许多高手 虽然在激烈厮杀 但是临时扫视 时刻关注战局 此刻的心 都提了起来 禄明和苍天禄的两处战场 是观众大 关乎战局的变化 不管哪边先胜利 都能打破平衡 光 禄明的长枪震动 迸发无量威力 璀璨的枪芒如山岳一般 不断地压向阴界的 两位顶级妖孽 禄明的现在身 已经将战力提升到极致 空 因宇宙海震动 最终被硬生生地打爆了 黄天族的那位妖孽身体狂震 向后连退 脸色苍白 嘴角流下了鲜血 绝招被迫 他遭到了反噬 禄明趁胜追击 挥枪直杀 扫向黄天族妖孽的丹田 不过 另外一位妖孽杀上 挡住了 禄明这一枪 那就先杀你 禄明眼神露寒光 将准仙术催动到极致 他的身体表面 还有长枪表面 都有一层光幕覆盖 这一层光幕 便是准仙术的极致体现 这一层光幕 可攻可守可提升速度 可以说非常全面 长枪挥出 准仙术爆发 将禄明的攻击力提升到极致 应见那位妖孽根本挡不住 禄明的攻击 被禄明机的暴退 准仙兵都差点握不住脱手飞出 禄明跟上 展开绝杀 一枪刺中了对方的丹田 但在长枪刺中的过程中 那个妖孽的身体 以一种惊人的幅度缠斗起来 并且向后击退 抓得一下 这位妖孽 就后退了数千里 居然将禄明这一枪大部分力量卸掉了 本来致命的一击 变成了轻伤 又是一种强大的准仙术 禄明心理移动 对方的这种准仙术 不仅让自己后退的速度变得极快 还能让身体急剧震颤 借助震颤之力 卸掉攻击而来的力量 端是玄妙无比 不愧是能和天之俗妖孽并列的存在 果然有两下字 看你能避过我几招 露鸣急速杀象 长枪或刺或砸 每一击都蕴含了恐怖无比的力量 阴界的两个妖孽 脸色凝重无比 露鸣的攻击太强了 每一击都压得他们快喘不过气了 要集中全部的精气神都应对 稍有不慎 就会万劫不复 就像是在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 随时被巨浪打翻 这种感觉很难受 随时行走死亡的边缘 如果有可能 他们真的不想对上露鸣 但现在没办法 他们只能全力对抗 期待其他人胜出 来帮助他们 比如 与苍天欧大战的那位胜出 来帮助他们 有那位相助 并能反过来压制露鸣 露鸣岂会不知道他们想法 根本不给他们机会 展开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势 碰 激招之后 黄天一族那位妖孽被长枪扫中 身体炸裂了一大块 遭到了重创 即便是此人掌握了天命术 生命力极其强大 但一时半会 都难以恢复 陆明每一击当中 都蕴含了恐怖的毁灭之力 时刻都在破坏 一招击伤黄天族妖孽 陆明趁势狂杀 全有的攻击 只对着黄天族妖孽攻去 至于另外一位妖孽 陆明背后浮现出一对翅膀 展开急速进行闪避 在陆明狂风暴雨的攻势中 黄天族的那位妖孽 最终被打爆了 身体四分五裂 不过天命术当真非凡 即便这样 对方还在全力恢复 惨碎的身体 在快速重组 但陆明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 长枪一挥 几十道巨大的枪盲碾压而下 黄天族这位妖孽 发出凄厉的惨叫 彻底陨落 形神俱灭 一丝灵魂印记 被陆明身上的玉符吸收 化为战功 击杀之后 陆明盯上了另外一人 那人大害 飞升即退 两人联手 都不是陆明的对手 他一人 必死无疑 可惜 此人的速度 比陆明乱不少 根本逃不了 被陆明的枪盲笼罩 只能硬着头皮拼命 此刻 黄天族的脸色很冷 望向陆明的时候 充斥着可怕的杀鸡 天之族的数量 本来就少 更不用说那样的顶级妖孽了 陆明居然敢杀他们的顶级妖孽 这便是黄天族的死敌 还有与苍天楼大战的那位绝色女子 脸色同样很冷 攻势更加狂暴 全力攻杀苍天鹿 苍天鹿咬牙 甚至燃烧本源之力与对方对抗 他很清楚 只要他再缠住对方一会 等陆明胜出 便会来助他 那时 他们就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若是他失败 让对方去围杀陆明 那就不妙了 可以说 他的成败 甚至能影响整个战局 只能拼命了 但他的战力 终究还是比对方弱一些 就算拼命 也抵挡不住 几招之后 被对方一刀斩在胸口上 他身上 爆发出一股炙热的光芒 勉强挡住了对方的战刀 无垢仙精 万法不清 哼 你就算练成了无垢术 我也要破了你 那位角色女子冷漠开口 无垢仙精 苍天族从仙级战场得到的一部无上仙精 属于最顶级的仙精 修成的无垢仙光 号称万法不清 可抵挡一切攻击 无垢术 便是简化版的无垢仙精 一种准仙术 不会比天命数弱 但也有极限 只要超过了这个极限 就能破开 黄天族的绝顺女子 也拼命了 要先陆明一步杀掉苍天陆 不过 他终究慢了一步 与陆明交手的那位妖孽 并非黄天一族 虽然掌握了一种强大的保命准仙术 但当陆明集中所有人力量对付她的时候 她终究不敌 一枪不行 那就两枪 两枪不行就三枪 一连几十枪刺在对方同一个位置 几十枪的威力 骤然爆发 威力强大到极点 对方的准仙术再玄妙 也避不开 扑 对方的身体被冻穿了 大口可血 疯狂后退 眼神中即是恐惧之色 她疯狂地向着黄天灵那边冲去 想要得到黄天灵的元首 她并不是黄天一族 而是来自阴界一个强大的大宇宙 望穿大宇宙的绝世妖孽 望穿大宇宙 在阴界的众多大宇宙中排名第四 说实话 其他大宇宙的妖孽 能取得她这样的成就 太难了 比天之族同级别的人 难太多 也多付出了太多 在本元进的时候 她便排在了阴界妖孽榜的前十 她不想死 她的未来注定璀璨 即便冲击先王 也有很大的可能 第5319章是服从 陆明的那位对手 疯狂逃窜 不甘被杀 可一切都是徒劳 一道枪芒压下 毁灭一切 此人惨叫一声 身体炸裂 灵魂也被淹灭 又一位顶级妖孽被杀 剑长 无数人心理狂震 一般来讲 到了这个级别 战力强大到这个地步 同级一战 很难被杀死 都有强大的保命手段 比如黄天族 修炼天命术 同级一战最多战败 被杀几乎不可能 除非遇到比自己 修为强很多的高手 陆明击杀了对手之后 身形丝毫不停 如闪电一般 冲向了另外一处战场 途中 轰爆了两座合击阵法 震死了十多人 陆明冲向的 自然是 沙天路的战场 此时 沙天路 岌岌可危 无垢之光真的被破开了 他浑身燃血 遭到了重创 再过一段时间 他若是不逃命 真的可能死在对方手中 修 陆明相距一段距离 长枪就飞了出去 滑过长空 刺向沙天路的那位对手 沙天路的那位对手 名为黄天亭玉 看到陆明杀来 脸色一变 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他的实力 虽然要比被陆明击杀的两人中 任何一人要强 但也强不了太多 至少 他很难杀掉对方 但陆明可以 可见 陆明的实力 还在他之上 陆明杀到 黄天亭玉知道 自己已经没有时间 击杀苍天路了 只能射下苍天路 全力对抗陆明 刷 刀光暴掌 斩向陆明 将陆明的长枪击飞了回去 陆明真身刹那而至 一抓长枪 顺势砸下 枪王巨大无边 周围阴界的一座九人 合击阵法没有避开 直接被砸爆开来 里面布阵的九人 全灭 现在陆明可没有留守 至少 现在身的战力 已经催动到巅峰了 黄天亭玉脸色凝重 他身上那一轮阴宇宙海 散发强大的力量 压向了陆明 并且 他手里的战刀 浮现出两种光芒 化为两条如神龙一般的生物 扑向陆明 这当然不是神龙 而是一种类似神龙的生物 同样异常强大 这是准先术演化而成的 轰轰轰 天空之中 爆发出剧烈的轰鸣 可怕的进气 席卷八方 两人厮杀在一起 转瞬交锋了七八招 不得不说 黄天亭玉的确很强 站立在黄天澳之上 数种可怕的准先术 火候都非常高深 配合施展 一时间居然能挡住陆明的攻势 苍天路成绩退到一旁恢复 陆明和黄天亭玉的速度都非常快 疯狂厮杀 转身间就交锋了近百招 陆明终于开始占据上风 陆明之所以能够占据上风 凭借的便是强大的战斗意识 当然 最重要的 还是先及远根 他的本源之力 明恋无比 比对方更强 但陆明的弱点也明显 就是准先术不如对方 对比一般的天骄妖孽 他自身领悟的准先术 足够了 但对上天之族的顶级妖孽 这方面便是短板 当然 这时陆明没有施展三位一体 一旦施展三位一体 碾压对方并不难 百招过后 陆明开始占据上风 压得对方开始后退 而苍天路经过短暂的调息之后 稳住了伤势 短时间内还能爆发出巅峰战力 苍天路恢复之后 毫不犹豫的加入了陆明与黄天亭玉的战团 联手陆明 大战黄天亭玉 陆明没有拒绝 这是战场厮杀 不用讲什么规矩 只要能尽快击杀对手就行了 有了苍天路的加入 黄天亭玉立刻不敌 他勉强挡住了陆明一击 却被苍天路一招击中 身形暴退 身体出现了一道深深的剑伤 若非他天命数强大 这一招就能让他重创 战况 已经悄悄向着阳间这边倾斜 只要陆明和苍天路除掉了黄天亭玉 战况会彻底倒向阳间 元初 黄天灵和苍天拳等人依旧在大战 黄天灵 看来 这一次败的是你们 苍天拳开口 想要破坏黄天灵的心境 让其出现破绽 因为 苍天拳真的很心惊 黄天灵的实力 比他想象中的更强 他亲自出手布置合击阵法 另外布置支人中 还有两个顶级妖孽 这样豪华的阵容 居然只是稍微占据上风 大战这么久 还拿不下黄天灵 若是单打独斗 他远不是黄天灵的对手 差距不小 黄天灵 在天之族刺一档的妖孽之中 已经站在顶峰了 天之族最强档次的妖孽 自然是那些六次破级的存在 黄天灵脸色虽然阴沉 但目光依然平静 依然沉着应对苍天拳等人的攻击 此时 在阴界阵容中 一位黄天阻挠者 露出了笑容 可以了 黄天阻挠者低语 双手猛然掐动硬绝 顿时 苍天鹿等人布置的合击阵法 一阵颤抖 差点崩溃 可以看到 他们身上铠甲 也就是合击阵法载体 光芒顿时变得暗淡 上面的符文 开始瓦解 怎么回事 苍天拳等人脸色狂变 不好 可能是是符虫 黄天族另外一位妖孽惊呼 是符虫 一种极度细小 甚至比人体细胞还细小很多倍的虫子 举世罕见 据说 这种虫子只有先级战场才有少量存在 顾名思义 是符虫 能够吞噬符文 用来破除阵法 得心应手 用来破除合击阵法在体上的符文 自然也不在话下 只是 这种是符虫极其稀少 几乎不可能人工培育 苍天拳等人也没想到 阴界那边会有是符虫 一般来讲 这种先级战场挖到的奇异生灵都被那些先级大佬拿去研究了 碰 碰 下一刻 那些合击阵法在体上面的符文 彻底崩溃瓦解 合击阵法 也彻底崩溃 黄天族显然一直在等这一刻 此刻 他发动了至强一击 刀芒破碎一切 斩向了苍天拳 合击阵法崩溃的太突然了 苍天拳完全没有料到 愣神了那么一个刹那 就这么一个刹那 想要全力抵挡已经晚了 关键时刻 苍天拳只能运起五成力量抵挡 身上浮现出一道无垢鲜光 但五成力量 哪里能挡住黄天灵全力一击 第5320章被压制 苍天拳仓促之间 运起五成力量 如何能挡黄天灵叙事已久的一击 碰 苍天拳身上的无垢之光闪耀了一下 便直接崩溃了 可怕的刀光 斩在了黄天拳的身上 直接破开了他身上的准先级战甲 绝水四箭 苍天拳的身体被批为两半 即便是他的圆根 都遭到了攻击 布满了裂痕 苍天拳被批为两半的身体 再远处聚合 只是他虽然没死 但伤势极重 气息萎靡至极 一时间 难有再战之力 杀 黄天灵大喝 踏步向前 欲要彻底击杀苍天拳 但刚才布阵的另外两位绝世妖孽杀来 挡住了黄天灵 找死 黄天灵目光冷烈 他的头顶 浮现出一轮英语骤海 这是黄天一族的黄天树演绎出来的 不过 黄天灵的英语骤海 直径达到了30米 直接向着苍天一族两位妖孽镇压而去 苍天族两位妖孽施展苍天树演绎出洋宇宙海 但是他们的洋宇宙海面积比黄天灵小很多 双方一碰撞 苍天一族的两轮洋宇宙海变巨阵 节节败退 黄天灵持战刀 一刀斩出 刀芒呼啸 所过之处 一切都在湮灭 连空间也是如此 不用想也知道 这种刀芒 破坏力极其恐怖 果然 两位苍天族的妖孽根本不敌 节节败退 十多招之后 纷纷被刀芒扫中 可血而退 黄天灵趁时杀上 集中力量对付一人 巨大的英语骤海 对着其中一人压去 直接将对方的洋宇宙海压的崩溃开来 接着可怕的刀光席捡而上 一声惨叫 苍天族这位妖孽 便在茫茫刀光之中化为灰烬 剩下的那位妖孽 脸色苍白 露出金剧之色 居然不敢恋战 带着苍天拳转身就走 黄天灵目光闪烁了一下 并没有追击 而是身形一晃 向着陆明 苍天鹿这边杀来 因为 此时的苍天庭域 已经岌岌可危了 杀 眼看黄天灵即将杀到 陆明终于用出了一些底牌 那便是蔚来参 之前 他一直并未让过去蔚来参动手 不到关键时刻 他不想暴露 但此刻再不动用蔚来参 等黄天灵杀到 就可能被苍天庭域跑了 刷 陆明的丹田处 突然展出了一道可怕的剑光 灵魂攻击速度绝伦 几乎不可闪避 剑光直接斩中了苍天庭域 只取苍天庭域原根处的灵魂 黄天一族不仅肉身强大 灵魂也同样强大 且如黄天庭域这等妖孽 自然修炼有灵魂之术 也有灵魂防御宝物 不过未来身最强的便是灵魂攻击之法 并且在先级本源之力的加持下 威力强了一大截 穿透力极强 直接穿透了苍天庭域的灵魂防御宝物 斩在他的灵魂上 让他的灵魂传出撕裂般的痛楚 浑身的力量 差点掌控不住暴走 陆明一枪扫出 这一枪 威力强大无比 不仅有本源之力 还有源出之力 黄天庭域自然也掌控了源出之力 而且火候十分高深 之前陆明就领教过了 不过黄天庭域本来就重伤了 此刻灵魂遭到攻击 哪里还能挡得住陆明的全力一击 长枪轰击而下 黄天庭域的身体炸裂开来 四分五裂 他的灵魂 仓皇而逃 被苍天鹿赶上 一箭彻底剿灭 一位比黄天奥更强的天之族妖孽 就此被杀 陆明有些郁闷 因为最后击杀黄天庭域的是苍天鹿 所以战功 是算在苍天鹿身上的 不过此时已经来不及郁闷 因为黄天林已经杀到 此刻的黄天林 眼中充满了浓郁的杀机 怒火雄雄燃烧 仿佛要将虚空焚烧起来 黄天庭域 在他眼皮底下被杀 这让他难以接受 黄天一族的人数本来就少 就算妖孽比例极高 但如顶级妖孽 也并不是太多 而现在 再短短几天 先后就陨落了黄天奥 黄天庭域等三人 三位顶级妖孽 其中两位就是死在陆明手上 这对于黄天一族来说 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他恨不得将陆明大卸八块 杀人海味道 可怕的刀光 已经展向了陆明 来得好 陆明依然不惧 挥枪迎击 当刀枪碰撞 爆发出可怕的波动 长枪巨震 陆明不由地后退了两步 但刀芒也被击溃 好强的威力 刀芒之中 蕴含了破坏一切的力量 这又是一种特殊的准先术吗 陆明眼神凝重 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苍天拳等人不下合击阵法 都奈何不了黄天灵 可见其有多强大 比其他妖孽 强了一大截 杀 黄天灵冷喝 真身已经杀到 三十米直径的阴宇宙海 向着陆明镇压而下 陆明身体矩震 感觉到巨大无比的压力 肉身与灵魂 仿佛都要均裂开来 陆明全力运转先级本源之力 和源初之力 覆盖全身 这才挡住了这股压力 而苍天鹿就更不堪了 翘连雪白 不断后退 你去帮其他人 此人 交给我 陆明给苍天鹿传音 你千万小心 此人强得过分 战力仅次于六次破级的那些变态 苍天鹿给陆明传音 然后身形一闪 杀向了其他人 给我留下 黄天鹿冷喝 刀忙冲销 不知道有多么巨大 要将苍天鹿笼罩在刀忙之中 以苍天鹿的战力 一旦加入其他战团 很可能会打破平衡 他要以一人之力 斩杀陆明和苍天鹿 但陆明早就料到黄天鹿会出手 黄天鹿一出手 陆明也动了 巨大的长枪横扫而出 将黄天鹿的刀忙挡住 那就先杀你 黄天鹿的眼神阴寒无比 双手持刀 疯狂地杀向陆明 每一道刀忙之中 不仅蕴含本源之力 还蕴含了浓郁的 因宇宙海的原出之力 陆明同样催动本源之力 和原出之力 将准先术催动到极致 与黄天鹿大战 两人都是绝顶高手 交锋太快了 转眼便是百招 陆明居然落在了下风 被黄天鹿压制 防多攻少